不到這個叫協商 協商座位 我們還是按照網例 我們就法案的部分 一面進行宣讀 然後我們一面來進行協商 那協商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榮主席來建議 就爭議比較小的 而且幾乎是大家都有共識的 我們就先來審理 我們就先來處理 正義性比較大的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 放在最後來處理 好不好 可不可以這個樣子 好 我們請 請宣讀條文 第一案 好 來 我們先從高級中等教育法的第14條條文修正草案 來做處理 就第八頁 第八頁我們先來處理 以下簡稱課程鋼藥 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 這依據 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 研究發展機構 研究發展之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 教學活動 教育相關領域之其他機構 學校法人其團體 亦得提出課程鋼藥草案 其提出方式處理程序 有沒有條文對照表 我們先從 課程鋼藥之研究發展 高級中等教育法的第14條條文修正案 來處理 排脫名超越黨派資源者 第43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課程鋼藥 應設課程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課程 我們看 看第八 十一頁可以啦 十一頁是條文對照 十一頁有條文對照 那這個條文我來做 再一次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這第14條原來的提案是在處理高級中等學校的校長任命的方式 後來我們發現了 那現在有一些大學的附屬高中的校長並沒有規範到 所以第14條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把 大學的附屬高中的校長 也把它併到這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的校長的臨選的條文裡頭去 也就是說 把 公立的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的臨選的方式 在後面再加上 其他教育相關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把它併進去 好 看大家有沒有意見 大家看一下 對條文對照表 就這一本大家有拿到吧 手上都有拿到 好來 大家看一下第11頁 第14條文 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教育部沒有意見 教育部沒有意見 請拿麥克風 來教育部 有文字要修正嗎 這是委員提案的這個地方 這一欄 應該是第13頁 第13頁 第13頁 這邊績效優者 應該優良加一個兩 漏了字 OKOK 那打字怎麼打漏了 好來 學校課程 我們 哎呀 拍謝拍謝 來來來 好 對 績效優良者 加良 加良 漏字了 其他依法應有課程會 好 是不是以後我們這個 條文修正案 要列印之前 是不是都先行校正 先行校正 那校正看 是不是我們委員會這邊校正 還是哪邊 運作 我們提案 那 藝術教育 好 我們也協助校正 好 來 這個條文 教育部基本上沒有問題 只是把 漏字了 漏了一個 優良的糧 再加上去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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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 第四項 民進黨 黨團版 第 修正 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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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好 第十四條的修正案 照黃國書委員提案修正通過 第一是併任職會政府代表人 其中二分之一是任期為兩年 第二項 同民進黨 好 關於本案審查完俊 編案送啦 這整個是併案送啦 這個不用一個一個條文練 好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5條 第53條 還有第67條 也就是說 在校會議裡頭 有學生代表的這個修正案 我們來看第十四項 相關領域之民間團體 得提出課程 剛要草案 且 適用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十四項 第25條 第四項 委員次年會等23人 這裡頭 那我們要不要併政力軍委員的 好 我們也併政力軍委員的 好 我們來看 在第十五頁 政力軍委員在這個條文裡頭 修正 學生代表 及家長會代表組成之 除學生代表應經公開選舉方式產生外 他是把 學生代表的方式在後續 然後 黃國書的版本是直接 在這裡就敘述了 職員代表 家長會代表 及 經公開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組成之 其實意思都一樣啦 但是在語力的流暢 在看大家意見 來 吳士雅委員 這一條的部分 對照我也比較不好意思 這樣看下來 是我傾向支持政力軍委員的部分 因為 其實我們常常在看各個有關於學校的各類代表會 各類組織的這個組成 其實大概它的本體主體 大概都是校長 教師 然後學生 然後 家長是附屬學生之後 所以才會把家長的代表是放在學生之後 所以 如果依黃委員這邊的提案是 學生在家長會之後 對對對 那所以你認為說應該 家長會應該在學生代表之後 對所以就是立軍委員這樣子的條文處理 我想他也是因為這樣子才被迫 然後對把公開選舉學生又放在往後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好 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來 召警員各位委員 那針對 有關的 是 沒關係 先講教育部 好 謝謝委員的這個提案 基本上我們對於校會議的部分 增列這個學生代表 那基本上我們是贊同這樣的意見 好 那只不過是在文字上面的部分 因為這一條25條是修改校務會議 那同樣的委員的部分大概也有後面 有52條53一直到55條 都有相關的學生的這種代表的 這個相關的一個的產生 那所以呢基本上可能都必須要並按去考量 否則校務會議會有一個代表 然後呢還有學生的獎成委員會 又有代表 又有代表 那變成是學生選來選來選來 第一個會增壓學校裡面 要產生很多這種代表 會產生這個在行政上面 或者在產生上面一些問題 然後呢 包含了委員在提案 在修正那個第52條的時候 就希望能夠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對 對我知道 但是說我們可不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對 可不可以用那個學生自治組織的代表 那會比較有代表性 對 就不用每一個要組成每一個委員會 都要去選一次的學生代表 而是 對 對 我們的建議是這樣子 對於那個學生代表 我們是贊同是留著的 文字上面可不可以改成 那個學生代表 那麼其家長會代表 組成之 然後呢 我看一下 應該是那個 即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自治組織之代表組成之 文字上 那就是說通通都是由那個學生 自治組織 他所選出來的一個代表 那麼來這個組成 可能在學校的運作上面來講 可能會比較容易去做一些的運作 也不要產生一些困擾的問題 對 那至於這邊的公開的部分 因為學校的這個選舉 包含了後面的條文裡面 也都會有 同樣都是選舉的那個部分 我了解我了解 可不可以不要公開這個 我了解次長的意見 你可不可以再把這個 文字的敘述在 大家再看一下 再敘述一次 我們這樣會比較精確一點 來 我們就參考那個 那個 那個 黃國素黃偉的這個版本 即 經選舉 產生 之 學生自治 組織之 代表 組成之 黃國素等 二十人女具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十四條 你選舉 那你選舉 前面不用公開嗎 不用公開 因為選舉 他會有公平公正公開 你特別去凸顯那個公開 變成不公正 又那個 又不公平 然後包含了大學法裡面的 學生的那個 大學法也都是沒有特別提公開 這兩個 都一樣 你不公開啊 不會啦 因為你特別凸顯公開以後 又好像不公正 然後又不那個 又不公平 來 文字上面的一個語音 你把文字寫出來 看大家的意見 來你把 寫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十五頁有畫線的那個部分 好來 我來教育部的意見 我這樣 來 來 印給大家看 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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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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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在文字的部分看是怎麼樣會 比較順暢一點 未來執行上 你據國民教育法 證定第四條之一 條文草案 第四條之一 為促進學生同彩舞動 給養群體 適遠學習 所效整合交易資源 建構優質學習環境 均衡成像交易功能 來正面 來主席 剛剛這個次長說在學權的部分25條 這個本席跟這個黃國書委員 的部分都是希望說在校會 納入學生代表 那精神是說 學生代表是經公開選舉方式產生 不管是黃委員的版本 或是我的版本 是這個意思 那因為本席也在53條獎程 評議學生獎程的委員會 也要包括經公開選舉產生資權 學生代表 那還有這個 55 這個除了評議委員會 還有一個獎程委員會 這三個也都要 等於是說 校務會議 獎程委員會 評議委員會 都要納入 經公開選舉產生的學生代表 那剛剛次長擔心說 那是不是學校務會議選一個 然後獎程委員會選一個 評議委員會選一個 這個次長 這個條文不必然會產生這個狀況 這個條文就是保持彈性 因為 對 他如果要分三個 我們為什麼要反對他分三個 如果他合一 沒有違反本席的版本 你懂我意思嗎 在邏輯上是這樣 因為他只要符合是經過公開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就可以 所以實務上的話 如果你們 不用辦法再把他 你們不用那個 那個 這個 行政命令再去把他限死 他基本上 他一個也符合這個法律 他要兩個也是符合 他要三個也是符合 他要多個也是符合 對 所以你不應該綁死托他是自治組織嗎 因為你看到時候他們 學校跟學生之間希望怎麼安排 所以我們在立的時候是有想過的 所以我剛說不是像次長講的說 解釋成說 這個法必定造成三名代表 我想沒有啦 沒有這個情況 讓他選出來的部分可以 一個人或者是三個人都可以 幫我幫政委 因為這個部分必須並同 那個現在我們委員提案的 那個第52條跟53條 就是現行的52條 那個修正之後是53條 也就是說高級中等學校 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 之學生會 這個也是政委您的那個提案 黃國書航委員的部分也是有類似的 這樣的提案 就是已經要輔導學校成立一個學生會 及其他的自治的這個組織 那既然是他有成立的那個學生會的 是不是應該是在那個地方裡面去做一些的 這沒有一定或不一定都可以 在我們的版本一定跟不一定就都可以 因為我們另外一條 對不起第幾條 那個學生會那一條是 那學生會那一條是說 是要有法律保障他們一定要成立自治組織 學生會及其他自治組織嗎 那那是那樣的一個這個用法律去保障 他們會有一個學生自治組織 不管叫學生會或其他自治組織 那跟這個學生代表在校務會議或獎層會議 或者是評議委員會 他們是同一個或不同一個 在我們的版本裡是都可以的 那我對 由學校他們自己去決定 有學生會他們的學生也會自己去決定 或是他們針對 那或者說校務會議邀的是學生會會長 他也符合法律啊 對不對 每種委員會他都邀學生會會長 他也符合法律啊 只要他是公開學員產生 所以我們的版本沒有造成那個情況 因為我們在解讀的時候是說 等到有這樣子的一個要組成的時候 那你就是要來產生這個學生代表嘛 那那個時候才在作業 可是跟照委員的這個解釋的話 實際上是不必了 如果是有一個學生自治組織在那邊 然後呢他那個先產生 那到時候就要他來的話 他也合法啊 直接出代表 本來就會合法我們新版的法律 那委員的解釋是比我們寬啊 但是就是要用這種解釋 那你文字讀看看嘛 是不是這種解釋 因為我們立委 我們就是要確認那文字 是不是這個法譯嘛 就是主席各位委員 就這樣的大家的共識其實是很高的 就要納入學生的代表 那現在就是就兩個部分 學生代表的成員究竟是單獨來產生 他是既有的自治組織裡頭來推派 那因為牽涉到說 校務運作裡面種種的會議非常的多 不是 我跟你說這是兩個方案 對 就是我們後面講的自治組織 就是經過選舉產生的學生會等等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我們是要輔導學生有自治的組織 然後來組成他們的共同的意見 那基本上如果是跟學生組織掛勾在一起的話 其實他就是順暢他學生自治組織的運作 然後不然就會出現說 我推派出去參加校務會的代表 跟學生會的組織是不一樣的 這時候意見如果不同的話 誰才是真正能夠代表學生的意見 所以當時才會做了一點點修正 學生的代表是跟那個 由那個學生自治組織的代表掛簾在一起 因為沒有推派 因為他都是要進公開選舉 學生會也不會有學生會推派代表 因為只有會長那個人是經過公開選舉 或他不叫學生會他是其他的 那就是他會有其他自治組織 他是經過公開選舉 那你學生的校務會議代表 他要經過公開選舉也可以啊 他只要經過公開選舉就好 那可以是學生會會長也可以是其他嘛 或者是你們覺得還有什麼樣文字 可以保障他的比較有彈性的做法 不要現實他一定要是學生會會長 為什麼要保留這樣的彈性 就是說那事實上能夠參與只有一個人啊 如果你把他現實的話 永遠就是學生會會長 當然校方會蠻樂意的啦 因為就只有一個人啊 對啊 那我會建議說應該保留一點彈性 我想是這樣子啦 我如果看這個政委員的那個提案 我倒覺得說那種開放其實是好的 譬如說學生會會長是選的 那其實如果我們這個學校 他就認為說因為我們這個法已經定了 將來學生會有代表 選舉代表會去參加獎程會 會去參加校務會議 還有什麼會議 還有什麼 憑憶委員會 那也許在選學生會長的時候 學校也可以認為說 我們不要只給一個學生會會長 這樣他太累了 他要念書什麼的 我們就同時選舉這四個職務 他們學校也有可能這樣子 在選學生會長的時候 因為他們又選學生代表嘛 那很可能就會選這個 學生會長 會選這個獎程會的代表 也許也有人會參加選舉 每個學校不一樣 對 學生會去辦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蠻 我覺得這個如果這樣定的話 倒是蠻寬的啦 就是說產生方式只要是公開選舉 有可能一次在選學生會長 一併選 也有可能學生會長選出來之後 他們去辦一個公開推選的方式 委員我們的那個文字上的意思是 就是那個學生自治組織的代表 而且這個代表的部分 他是有那個學生會 他們所產生出來的這個代表 那這個代表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的代表是要經選舉 經公開選舉 那你們的代表就是 經學生自治組織之代表嘛 對不對 他是在學生會裡面 他們內部裡面去推 推一個代表 那這樣子他的精神的部分就是說 出來的學生代表 會跟學生自治組織的這個 意見會比較一致 同時我們也是 就是五十二兩 我們就希望能夠扶植那個 學生自治組織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成立跟運作 或者的話這個個別 將來也有可能是 當然也有可能會 也有可能是不會 但是如果是個別去獨立了以後 可能大概就會產生一些 運作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是覺得是 應該把它結合在一起 應該是會比較好 教育部的立場大概就是說 如果按照他們的想法是說 這個學生代表會比較有代表性 那政委員當然他不想去 讓有很多種類型的會議 然後變成只有 學校的單一的自治組織來參加 大概都有 都可以參考了 來 大家再看一下 大家發表一下意見 包吾主席 我們的意思是說 前面這些像家長會代表 我們也沒有講說家長會的某一個人 家長不一樣 對 家長不一樣 我 對 我只是幾例 所以說我們這裡寫的 金賢吉 金賢吉產生之協生自治組織 我們就把它當成它是一個 因為他 協生自治組織 他一定是賢吉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 針對那個單一的那個協生 你也是要賢吉產生的話 那又回到我們原來一開始的那個顧慮 就變成你一定是 你要這個協任代表說 你再來選 一定會回到那 其實我理解 但是文字上我懂他們教育部的看法 因為確實是 你校務 譬如說最簡單有三個會對不對 校務會議一種 然後評議會議一種 然後那個獎程會議一種 但譬如說家長 學生會會長 他被選出來 我是學生會會長 我想學生會議 那個應該是學生最高的自治團體 在每一個學校裡頭 他們想 當然而會覺得說 我是學生會會長 不管是不是我來 這個校務會議好不好 校務會議最重要 我可以參與去發表學生意見的 必然是我學生會裡頭 不管是不是會長 是裡頭挑 那如果說 這是你們擔心 你們認為應該是這樣 其實我也認為可能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說我們都賦予授權他三種 都另外在公開選舉 確實就會讓學生會的代表性 這個學校最高的 學生知識團體的代表性 會被質疑 可能真的會衍生兩派學生的意見 所以就這個部分是 我知道你們的concern 然後我某種程度也理解 我相信15上是會這樣 對我們以前都搞夠學生會 我覺得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可是本質上是我們覺得 就都是學生代表來出任 因為學生會一定覺得他的代表 還是教育會議的代表 好 還有 還有 沒有意見 他修過 四次 來外線 還是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彈性開放一點 就是由公開選舉之學生代表 或自治團體 學生自治團體代表 或 或 都可以啊 就是看學校狀況 這個 這就是 你剛剛說的 學生會是我學生後援 為什麼我不是教育會議代表 又要另外再做一個 台大就不是 台大就不是 台大就是另外選啊 台大就是另外選啊 授權給各個學校 對啊 所以去決定 只有高學生會的代表 後面有 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 就有 兩位委員的提案後面都有 其準 成員組成的什麼比例 什麼 有各校病毒 可能就有 所以如果用禍 他讓說各校病毒 各校病毒 各校病毒 對 他高中太多選了 他有時候 他們還有升學院 不然 我們如果用破的條文 就會 可不可以變成這樣 我可不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台大的經驗啦 因為這邊有台大研究生 那個曾經是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 他們也是說要經公開選舉 學生代表 規定這樣 那他們實務上就是說 譬如說他們評議委員會是兩名 那他們不只是一名 他們是兩名 那兩名的話 他就是學生會會長跟這個 研協會長都去 那他就符合法律 那他們運作上也不會說 造成這個 那如果說多名 他可能就是各院選 他們校務會議就是各院 各院的學生會會長都是代表 對 那當然這是大學嘛 那當然高中也許沒有那麼多單位 因為各院所什麼的 可是就是說我們法律把他限死的時候 他就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你如果未來你如果不是一名對不對 也許他有可能必須要性別考量 或者是什麼考量對不對 或者是有其他年齡 我不知道 說不定未來要更擴大參與 那我們 我們那樣如果只限縮是那個 自治組織一名代表 或自治組織推派的代表 就會比較限縮他的空間 那我還是會覺得這個身份 最好是經過一個選舉的過程 那通常實務上他們就會是說 去找那個他本來就是被選出來的人 而不會再另外單獨選 對 委員這樣子啦 我們的建議辦就這樣 就總和大家各位的意見 就是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或 學生自治組織代表組成之 可以嗎 後面自由各校去定之 是啊 對 對 學校都可以不一樣 其實或就不會選了啦 但是如果大家都同意 我就尊重 就彈性 但是或就不會選了 因為A或B嘛 有個B是比較便利的 通常學校就會定B 我保留 我就把我的意見再講一遍 留在會議紀錄裡 就是說我們通常定A或B 那B比較門檻低方便的 便離學校管理的 他就會定成B 就原來會長代表 對 就這樣子 那我就尊重大家的決定 來 蘇曉惠委員 我的問題反而是說 如果現在是定A或B的話 反而是從這裡開始 如果最後的結論是A或B的話 那現在問題是A不是可以包含B嗎 對啊 我的觀念是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如果不要A 是因為A太大 那A太大為什麼太大 是因為A包含了B 那為什麼還要A或B 這是我的問題 譬如說 蔣成會代表說是兩個 我補充他意見 我補充蘇委員的意見 他講的是也對 就是說對 A或B A是說經公開選舉產生嘛 B或經選擇組織代表嘛 但是選擇組織代表嘛 但是選擇組織代表可能是會長 可能不是會長 所以他可能是選舉產生 或不是選舉產生 所以當他是會長的時候 他就包含在A 當他不是會長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非選舉產生了 所以A或B就有可能是 非選舉 公開選舉產生 是選擇代表去參加 對 那我本來想要的是 要經過公開選舉 就是說他的代表性是來自於 經公開選舉 所以實務上他們會規定成說 經公開選舉是學生代表 就是他有個被名 這個學生名義授權的過程 所以那實務上再運作下去 他會去找那個本來就有選的啦 那除非說那個學校的 需要學生強力的要求 然後校方也同意 就是他們另外選 那個可能蠻少的啦 那個委員我再補充一下 實務上面啊 我們有那個學校裡面 也是有那個教師代表 實務上面的部分 包含學校裡面 因為教師會沒有餐 沒有教師會 所以他就會有教師代表 或教師會代表 實務上面目前的 有些學校裡面的一些代表 也是這樣產生的 所以可以參考這個 就是教師代表或教師會代表 也有這種 尊重大家的決定 但是喔 就跟家長會不一樣 跟教師不一樣 是說學生自製的精神 他就是有很強烈的自製 我們保障是他自製的精神 那你學生教師代表 是不是選的什麼那個都不一定 對 但是學生 然後家長會也不是說 全部的家長來選嘛 那不是家長自製嘛 所以校園內的學生自製的精神 他有他比較清楚 就是說要需要一個公開選舉的過程 他前面有經選舉產生啊 所以才會有 所以他有選舉產生事 我知道 所以我們不用類比教師 也不用類比家長會啦 就是說這三者身分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你們要走到教師自製組織 當然我們那個另外的議題啦 那個經驗我們不討論 我想這個案子 還沒有大家要發言的 那個次長 我們再思考一下啦 嗯 當然學校自主 這個精神大概大家都有共識啦 台大可以這樣子 教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嘛 但是有幾個確定 就是說一定要有學生代表 而且這個學生代表 是要公開選舉產生的 這個前提大家都沒有意見 這都對的 好 現在就跑一個問題出來 是說 是不是每一種類型的會議 都要有不同的學生代表 然後在正義軍委員 跟我的這個條文 跟黃國書的這個條文裡頭 他並沒有去指明嘛 所以 在原來的我們提案修正的這個條文裡頭 其實他就有一定的 空間了 你也可以是學生的自製代表 你也可以是 選舉產生 按照各種不同類型的會議的選舉產生 所以其實啦 這樣是沒差了 他會分身罰術的 是誰分身罰術 五十五條 五十五條來 對來 第五十五條 從學校運作的事務上 如果待會我們也會討論到 政委員提案的第五十五條 我們現在要把有學生參加的這樣的一個會議的類型 要把校務行政生活輔導 尤其是生活輔導的會議 學校裡面大大小小的會議 幾乎都跟生活輔導有關 所以昨天我們在內部在開會的時候 是提到說 其實學生自製組織的代表 用選舉產生只有一個人 就是學生會的會長 如果是確定他的話 即便是另外在選舉學生代表的話 也是只有一兩個人 所以說一定確定他的話 他一定要參加所有的會議 他課都不用上 所以我們才提到說 如果是學生自製組織之代表的話 是他們會在內部會形成共識 就是我們這個議題要出去 派誰出去當代表 然後是內部已經有討論過了 出去的人就有點像股東會的代表出去一樣 對 所以說 在學生會裡頭互推誰代表誰 誰代表誰 就是間接囉 對啊 這是間接 也沒有選舉 他就是指派 但是前提是 學生會 他是說 學生會本身就是公開選舉 對 然後選會裡面再去 選會裡頭有很多人 他貫徹的還是選舉會的意志 他貫徹的還是選舉會的意志 對 他貫徹的還是學生會的意志 對啊 學生本來就是在學習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原始的想法是 對 我原本覺得說 學生原本就是自主 不是玩一玩這樣 對 我們當然 我們課導他當然是希望他考的那個 正值的這個工作 我們是考慮到實務上的一些 我也是從實務上歸上出來的條文 實務上大學是這樣做 當然你說高中跟大學有一點差異 我可以理解 但是看我們怎麼設計 就是說他那個精神 如果說學校擔心影響學生課 他一天到晚去開會 那當然他就會選擇 回到學生的自治組織 他們裡頭去推代表 學校育衡他們自己的情況 好 擁護啦 兼顧啦 好 來 我練一次喔 來 高級總統教育法第25條 修正25條 修正這樣子 校務會議 由校長各單位主管 全體專任教師或 教師代表 職員代表 家長會代表 及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或 學生自治組織代表 組成之 其成員之人數比例 產生及 異決方式由各校定制 這樣 併報 各該主管 機關 背查 哪一條 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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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嗎 喔 公開 這樣讓你們參加 來 要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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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 兩次而已 我再領一遍 校務會議 由校長各單位主管 全體專任教師或 教師代表 資源代表 家長會代表 及 經公開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或 學生自治組織代表 組成之 學生自治組織代表 一定是公開選舉 一些協助 學生自治組織代表 學生自治組織代表 要公開選舉 不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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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蘭 耶 他叫沒錯 後面那個支 我再念一次喔 你們再思考一下 喔 來 鄭委員 我是不是建議主席 把校務會議 跟其他的委員會 我們分開看 因為校務會議 是最多的 這是最高的一個會議啦 那我是建議在這個最高的會議 他的資格就是只要經公開選舉產生就好 因為在這麼高 就是說他最高的一個會議裡面 我們去把它框定他是有哪個團 哪個組織代表 或啊 或啊 但是他只是代表他沒有選舉喔 如果他是或知識組織的代表 那個選擇代表可能就不是經選舉了 他們剛剛指出來的實務上是說希望 是說因為他要參加獎程會 參加評議委員會 或許我們把貨是不是放在其他委員會 就是25條以外其他的部分 需要有學生代表的時候我們可以放寬一些 但是校務會議我還是覺得他的代表 應該是要經過公開選舉的 等一下 學生支持組織 是不是一定是公開是一定選舉產生 但是你們是自治組織推派的代表 他就不一定是公開選舉的 他可能是會長自己的代表 所以鄭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這個團體派的 這個情形是說你去參加那個人是 大家要選舉出來那個人 這樣啊 這是公 但是說這個是團體派的 不是選舉產生的代表 這有一點出入 因為校務會議比較特別啦 校務會議它就是最高的一個權力機關嘛 就是說一個會議嘛 其實 我看這樣啦 還是回來這樣子啦 還是原來 我們不要學生支持組織代表啦 還是原來的提案的修正條文這樣子啦 假設說因為他會沒有人數比例產生方式 議決方式各校定資嘛 假設有學校他定了兩名 那如果依照我版本精神說他要經選舉產生 按照大學法啦 他可能就是會長跟議長 那如果是一名可能是會長嘛 對不對那你 所以那你如果說是兩名 結果是可以選舉或推敗代表 就會長找自己的副會長兩名 就去了 有道理啦 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啦 我這個太細了啦 細就非常細 是不是建議說校務會議就是 原則性就是經公開選舉產生 那我們在委員會導師他可以讓他推代表啦 這樣子 可以嗎這樣子 看教育部覺得怎麼樣 一個如果說是選國那個 公開選舉產生的話 他選擇代表 假設啦 選擇那個選擇有意味 選擇就代表的時候他能夠參加就參加 剛好他有確認他有什麼比賽 或者是他沒辦法參加的時候 他沒有後補代表啦 那如果選擇組織的話 基本上他還有還有 不是啦校長一個有資格代表 跟他能不能出席會議這兩個層次嗎 你們立委是立委 他能不能出席會議 或者說你不能出席會議 有人去幫他列席 那個是不同層次的事情 那個我們不在這裡處理 我們現在處理的是他的資格 他的法定參與會議的法定資格 我們處理的是這個資格 不是處理他 那是他實務上 對啊等於放棄他不能出席啊 或者他找人去列席 校方願意說他的代表去列席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們現在處理的是他 參與會議的法定資格嘛 好來 中委員 主席各位與會的先進喔 我想喔 30年前的大學生跟30後年的高中生應該是相當 有同樣智慧跟成熟度的啦 那30年前的大學生在爭取要成為公開選舉的代表來出席校務會議 那大學法這實施這幾年來也包含了這樣的精神 所以大家不用過濾齁 在我們的兒孫代啊 那個高中的年齡他一定有辦法 成為公開選舉的校務會議的代表 那至於說大家在談說 剛剛次長在關心說 那麼做一個學生他如果被選為校務會的代表 那經常出席各種校務會議 會不會耽誤他的學業 那我是覺得這應該是在校域的體制當中啊 其實學生去參與自治組織 參與校務會議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學習 那如果因此他不能夠有正常的授課 我們連教育的我們連運動的選手 都可以幫他額外補課了 我相信小學校基於教育的一場 絕對不會另習喔 讓那個校務會的代表他出席校務會議 因而耽誤的課程啊不會幫他補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不用過濾 一個學生能夠在高中階段 就能夠被選為校務會議代表去參加校務會議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過程 那不要去剝奪他 不要以為說他要去上課 課堂上的課本的課才是正辦啊 其實應該不會有這樣的考慮啊 我大家想想看那個香港17歲的高中生 都是雨傘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支持那個政委員的意見 因為再補充一句話 真的我們要非常謹慎討論高中生的學權 因為高中生 不僅是因為學生就認為 是說他沒有這個能力跟素養 又認為他是高中生他不是大學生 所以就跟他再落化他的權利 對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等同四肢 這個精神就是要比照大學法 我想招偉提案跟我提案精神是這樣 那我們就兼顧實務上 所以我是 因為人數 人數有可能是一個以外的 因為我們要重視性別平衡的話 真的絕對會是一個以上的啦 所以 不要把他限時一定是 全部由自治組織啦 好不好 那就是分開 校務會議就是讓他 回歸最本 基本的規範就好 其他的話也許可以 放寬一點 校務會議有 固定的學生代表 然後他是經過學生會產生的 他不一定是自治會的人 所以他就是規定他經過公開選舉產生 他是只要經過公開選舉產生 然後其他委員會 就也許放寬一點 可以用自治組織推代 OK 我了解 其實政委員講這個有道理 為什麼 假設說我們將來參加校務會議 經過兒數定比例定之後 是三個 兩個 或四個 那其實也有變動辦法 譬如說他選會長也可以選副會長 對不對 那都是學生選出來的 那他可以因校質疑 就是說我這個學校 校務會議是三個學生代表 那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一個學生會長 選兩個副會長 那他們就同時都是選舉出來的 這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就是說 我們其實現在高中生 他們也在爭取18歲公民權 要降低 那我們都要擔心說 18歲孩子懂什麼 都不懂 那他們要選舉 那其實就是在高中階段 讓他學習 那他就會懂 18歲他們去尋使公民權 也會比較成熟 所以我就覺得基於這兩個道理 我覺得我贊成還是 我們現在就想 剛剛好 這個音效質疑 好啦 經過廣泛討論 來 拿麥克風來 非常的在意說選舉一定要公開 可是我們法治單位去騙查了 所有的法律跟法規命令的話 公開平等 公平公正公開 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 是普世的基本的選舉原則 所以只要選選舉 沒有寫秘密選舉 就是公開 所以法治上 不需要再寫公開 所以我沒有堅持這個 他們 今天選舉產生嘛 因為沒有 沒有不公開的選舉嘛 有那種 就是 就是過去你們都沒有公開 我們才會怕啊 沒有秘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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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啦 這個公開兩個字大家不堅持啦 好 好 好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 如果按這樣看的話 可不可以用黃國書的這個版本 來修正 我練給大家聽 修會由各 由校長各單位主管 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室代表 職員代表 家長會代表 及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組成之 其成員之人數比例產生 好 這有效的定資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喔 他不要說他這樣跳到這樣 你看 好 來 25條 修正 通過 建議主席是不是我們先跳 後面處理相關委員會的部分 要 要 來43條 沒錯 來處理 五十 應該是二十四頁 大家看 二十四頁 政力軍委員的版本 政力軍委員的版本有提到 他這個寫得很細喔 大家看一下 五十一條 大家看一下 家裡主管機關因定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程規定準則 沒有問題 高級中等學校獎程規定準則 因遵許前項準則為之 前項規定經銷會議通過實施 並報告主管備載 提相準則內容 一報告定義全獎程規定 換走 好 大家看完 來 這是詳程機制喔 那是五十二 政力軍委員的五三條啦 因為他爭了五十一條啦 好來 來 來拿麥克風講一下齁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因包括 經公開選舉產生 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或 學生自治組織之代表 或 這樣好不好 或 或 學生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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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五十二條齁 剛剛那個文字後面不是一個其餘組成 那個其餘字可不可以刪除掉 對啦 對啦 其組成 其組成 對 沒有餘啦 這邊喔 會主席 五十二條 我們現在增加說或 這個沒問題啦 但是或什麼 我們是說或 學生自治組織推敗是代表嘛 那但是因為你看五十三 我的五十 黃國書委員的五十三條 我的五十二條 我們是說學校應該要輔導 學生 產生之 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然後我最後一項有補充說 學生為 前項學生會是當然成員 為什麼 因為學生會 他很清楚的是說 所有的學生是會員 所以他是一個普選啊 但自治組織可能是班聯會啊 他可能是班長成立的班聯會 他是間接選舉 選出來班聯會主席是間接選舉 所以我這邊的集是說 這個不是禍喔 就是說他至少要有學生會啦 那你其他還要再產生其他類型的 自治組織就也可以 所以如果我們這一條是說 學生自治組織推派 他就不一定是普選的學生組織推派的代表 所以你認為過要過學生會 對 對 要不然你們就把學生自治組織改成學生會 要不然你就要把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這樣就很長啦 但是其他相關自治組織就不一定進選舉 我想還是就要改成學生會 他就自治組織跟學生會 所以以上還是應該學生的最高的那個 用學生會啦 因為 你們是不是也同意52條 就是學校要輔導成立學生會 如果一定要輔導成立 我們這邊就可以放學生會推派的代表 這個我們同意啦 好同意好OK 好來 再一步同意嘛 好來再一步你把 52 53條 第2項 第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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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處理53條 再回來處理勝利軍委員的52條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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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 應 包括 今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或 學生會代表 或學生會代表 這樣就可以了 其 其 於 於沒有 於不用 其組成 平易範圍 期限 平易方式 平易結果 就是執行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 各 各 各什麼 各該主管 好 好 好 就是 再用正立軍委的版本 第53條 在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後面 再加 或學生會代表 公開沒有了公開都沒有了 學生會 其餘的 魚拿掉 魚拿掉 好 這是 好 這是 這是 原條文的52條 因為等一下 因為等一下 要處理正立軍委員的51條 如果51條通過 我們就再調 調 再調那個條文 原條文 第52條 修正為 我把這個條文念一次 高級中等學校 設學生講程委員會 評議學生講程事件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 應包括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或學生會代表 其組成 評議範圍 期限評議方式 評議結果 之執行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制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制 好 有沒有意 沒意 好 52條 就這樣修正通過 好 原條 我們現在來處理 原條文的53條 有兩個版本 有兩個版本 鄭委員要不要先講一下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說 因為原條文是三條 只有說要輔導成立自治組織嘛 所以 就是是不是把它明定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我們就是正式賦予說 學校一定要成立學生會 然後學生委 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 這個條文的部分 我們同意鄭委員的提案 好 那就用鄭委員的啦 好不好 黃國書的這個版本 一 職權 職權 公開出席 他的各條都有規定 就不用 現在 我在這個條文裡 特別有提到 選舉產生學生代表出席消費 已經有訂了嘛 所以 講成會也有啦 講成會也有啦 所以這個不用好 那要用學生為前項學生會 當然會員還是成員 會員 會員比較好 好 這裡 好 好 那我們五三條 就用 鄭委員的五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 憲定條文的五三 好 那我們回來 來 省政委員的五十一條 五十一條 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五十一條的部分 第一個 基本上是有共識啦 就是說 這個準則的部分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這個是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部分 我們是建立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 是不是 現行條文的五十一條 第一項的文字還是留著 還是留著 但是呢 正列第二項 第二項是前項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講成規定之 訂定程序 訂定原則 申訴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來文字 來 印一下吧 這條趕快印一下 來來來來來 那現在趕快印吧 哪來來啊 憑一下 我們有一樣的那個 版本 都先把它 都先把它印好好嗎 先把他印好 先把他印喔 先把他印好 那要拿去印吧 就不是都在這裏嗎 沒有他沒有 他沒有 原則 這個精神跟我的版本有點不太一樣 但看起來文字雖然說很像 就是說看起來是說學校訂獎程規定 教育主管機關訂準則 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我的版本不太一樣 我版本是說教育部應訂定準則 就是說教育部一定要有準則 然後第二項說 學校余制訂定 訂定學生獎程規定時要遵循準則 也就是說學校沒有一定要訂 但是學校若要訂要遵循準則 我的精神是這樣 這個就是 對我知道 委員跟主席報告一下 我知道你們改成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我的法設計的不夠好 就是我自己的版本寫的不夠好 讓你們沒有辦法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真的不好寫 我的意思是這樣說 現在學校都有校規啦 對 但是他們校規愛怎麼訂就怎麼訂 所以會訂出一些侵權 然後侵犯言論自由 禁止談戀愛等等這種 校規 所以我本來說主管就要訂準則 意思就是說 他反而是要去保障他的基本人權 言論自由是那個準則 但是沒有說學校一定要訂 講程規定 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你學校要訂講程規定 因為講程規定 勢必涉及對人生的限制嘛 所以主管計畫是秉於保障他基本人權的概念去訂準則 也就是在你做講程規定的時候 不能夠侵犯到他基本的人權 所以這兩者跟你們說 學校應該訂 然後他的準則由你們決定 教育部有沒有這個準則啊 這個想法 各校去處理 目前是沒有吧 目前是有定一個注意事項 就是沒有 那沒有 張偉是這樣 沒有跟張偉報告 因為我要離開立法院了啦 我前四年喔 我都在請教育部清查大學跟高中的校規 就是聚眾知識啦 然後什麼未經申請聚眾遊行啦 汙辱國家元首啦 然後發放這個沒有經過審查的刊物啦 刊物啦 然後不能談戀愛啦 還有一 我記得還有一個學校規範說 不能在學校裡脫鞋子 還註明說下雨天也不能脫 還不穿 不能穿 對 那服裝的這個強制服裝是各校都有的 有的訂到你就是真的覺得匪夷所思啦 那都遠古時代規範 那這些訂定的過程沒有學生代表參加 然後學校 教育部也不管 教育局也不管 是我們不斷要求清查他才查 可是我們怎麼知道以後 是不是都要立委定時去清查 所以教育部應該要依憲法 保障的這些基本人權精神定一個準則 然後各校你要定的時候不能違反這些基本的 限制言論自由啦什麼等等這些 我的精神是這樣也許我的條文真的設計不好 導致教育部理解成他的版本是說 學校一定要定然後這個準則由教育部定制 你們要不要說明一下怎麼樣可以把我們的 對把我們兩個想法能夠想出一個版本 拉近一點好不好 來 教育部講 我先說明一下 第一個 學生的那個講成的準則 之前教育部曾經定過 後來呢就是說希望能夠尊重各個學校能夠去自治 所以才把那個準則廢掉 然後才現在定成叫做注意事項 那我們現在又把它定成這個準則 然後回到前面的那個部分 變成說到底這件事情應該是要專案來定 還是應該有一些空間是給學校去做一些自助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因為講成規定的部分 應該還是要回到學校裡面去定 但是教育部可以定一個準則 讓各學校各做一個依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鄭偉您擔心的就是說 那個學生講成委員會裡面學生沒有代表 剛剛我們那個52條 限定條文都已經把它增定進去了 所以學生也會有代表 或者自治會的代表裡面在這裡面 他可以表達他的這個意見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會比較周延一點點 大概這樣子 那個我們處長看要不要補充 比較恐怖的是 教育部定的準則是什麼 那才是令人恐怖的地方 這才是一個 真的 這才是 因為教育部定的畢竟是比較遠離學生需求的 比較站在高位的 比較僵化的傳統性的思想 所以 我同意那個鄭偉元他的前提是在一個 教育部已經一個 以憲法保障一個很好的理念的準則之下 要賦予學生在其精神之下 你自己再去定你的 但我覺得反而我害怕的是 教育部定不出那個東西 反而是那個東西是一個錯誤的尚未指導 那就是法 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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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也因為委員關心 各位 大家各位很關心 所以事實上 教育部 我們每一次都有請學校都去做清查 清查 對 有 我知道 都去清查 清查事實上 現在還留著的 通常他的學校那個獎能規 還是會經過學校的一個程序 包含了家長代表了什麼 尤其我們這次休以後 學生代表都進來了 應該會更周遠一點點 那個會發生這種情況 因為清查這麼多年了 大概都是少數個別個案的學校 那我說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還是回到學校裡面去訂 我們訂一個準則 做一個規範 然後做這個不是少數的規範 其實我以前也 我覺得不要準則 其實就我的 以前我其實也在台北市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查各個學校 國中 國小的 校規什麼的 其實 我不曉得我的經驗 跟帝君姐的一不一樣 我發現一些不合時宜的那些 其實都是早期的 而他沒有經過檢討的 倒不是說 教育部因為有準則 又撤掉之後 他去訂更離譜的 其實我反而覺得 那反而是時代的遺留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不期待教育部能夠訂出一個好的準則 那倒不如 倒不如 倒不如 不需要做一個上位的指導 讓各校 應校制宜 自己學生去處理 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因為這個年代了 你還要教育部對於學生的獎程 再去做一套準則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 讓我自己覺得 好像在自打嘴巴 我好像去 去核准 允許教育部來 大家管理學生的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我的版本沒有規範應定定準獎程 因為你們教育部的版本就是會有 說國家透過法令要求學校應定定學生獎程 對 那不是我第一句話是說你要有準則 但是學校如果在訂的時候 所以並沒有說學校應該訂 因為實務上他會訂 因為實務上他會訂 因為實務上學校都會訂 那如果說按照 對 但是如果按照無私教委員的 剛剛的想法是說 那我們其實 我們51條教育部的版本是 學校應定定 那我們要不要認為學校應定定 得定定 所以就也不是應定定 如果 如果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要配套設計 就是說你的版本裡面就沒有生意 申訴的機制 也就是他受到在這個獎程過程中 受到不平等對待或受到侵權的對待的時候 他沒有任何申訴的機制 好 那你們的申訴機制設計在哪裡 就是我們就是分別的第二項 你們訂在第 第二項 所以說獎程規定是訂定原則申訴 請大家 獎程委員會是都是在討論 這不是獎程委員會不是申訴 申訴機制也不是在委員會裡面 申訴機制一定要獨立的 因為獎程委員會是在決定他要不要被獎程 結果 出席我可以表示一下喔 其實剛剛這幾個討論的版本當中 我個人是比較支持政委員的版本 因為我還是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準則在這裡會比較好 當然我們支持說 這個校務自主教學自主 讓每個學校都可以訂立自己的版本 沒有錯 但是現實上來講 光是從前幾個月 這個剛剛發生這個流感的部分 每個學校 每個縣市去訂立那個 架要不要訂 停課的標準 你就發現說 沒有一個統一的參考值的時候 事實上各個縣市 各個學校 就會產生完全不一樣 匪夷所思的狀況出來 實務上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當然應該尊重自主 沒有錯 可是如果有在這個 所以我還是覺得會有一個準則 作為一個參考值 然後它的範圍可能是比較大 比較精神性一點的 會是比較好的狀況 所以第一個 我贊成是有準則 第二個的話是 但是教育部的版本 和政委員的版本 我覺得雖然文字上 讀起來 第一項和第二項的前後順序不一樣 但看起來文字很相同 可是正因為這個第一項和第二項的不同 它的整個立法意識和精神 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會同樣不一樣的感覺 一個就是 學校一定要訂 可是 在政委員的這個版本裡面的話 除了 我們可以有準則 我們是要有準則 沒有錯 但那個彈性是放大的 他讓學校要訂也好 不訂也好 可是如果你要訂 那我就有一個參考值 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最折衷的辦法 你可以訂 可以不訂 但如果你要訂的時候 我部內這裡 我的最高主管機關 全國最高主管機關 有一個參考值 讓你知道說 不要超過哪一條線 所以我覺得正委員的版本是 比較妥是折衷的版本 這個我補充一句話 一句話就好再請 這個喬二委員就講那個防線 因為我剛有講我自己版本 我覺得我設計的不好 但是我精神就是說 他們在訂這個 檢審辦法有沒有一條防線可以 好可以處理啦 那這防線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不要造成 司法委員所講的就是說 那個準則更 更侵權 就是說那個準則更 更剛性啦 對那準則基本上是 因為教育部還會受立法院監督嘛 所以應該還不至於啦 因為學校就比較不受 大家監督嘛 所以看怎麼設計是不是 大家想想 我今天充分了解 也看到我們委員會的委員有不同意見 那我這邊我比較不是 著眼在單一條文上 基本上我在看我們的主管機關 本法治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其實我是覺得教育啊 尤其是現在我們過去講的 國民義務教育 國民教育學程 國小國中是在地方政府 在憲法上是屬於地方自治權限 現在我們講12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時候 意涵著 可能這12年的國民基本教育 當然現在中央還是佔有經費的優勢 權力的優勢 可是地方政府無形中 它的責任是越來越大 那這個高級中等教育法本身 它就授予包括中央跟地方 都可以擔任主管機關 其實呢 我個人 長期以來在地方政府服務的過往經驗 一直不希望教育部干涉太多 教育部過去把所有大學變成布立大學 把所有的國中小變成布立的國中小 那現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當中 我是覺得 應該讓各地方政府扮演起主管機關的角色 對我講是主管機關 那因為主管機關這邊有包括中央政府 那如果說主管機關本身可以就 學生包含學生學校講成的事務當中 他也可以去問問的話 那其實中央在來定一個準則啊 我個人認為是並無必要 我一向 這次不是針對個別的條文 我是一向的態度 我盡量是希望教育部是縮權而不是擴權 那麼在那個其他的事務上呢 我過去的感覺啦 其實我們都認為說所有的教育事務上必須中央一致 其實這就抹煞了國民教育在地方可以自由多元發展的特色可能 那教育部過去一直不斷的訂定各種中央的準則啦 注意辦理事項啦 那麼我們的教育處呢 也都是非常的遵照這個行政指導啊 都不敢去違背教育部的訓令 那導致說全國的國民教育辦起來呢都一個樣子 其實如果說我們教育部把這個權鬆開 那我們各國民教育的階段 地方政府他有更多的參與 其實我們國民教育是可以很多樣的 那麼在高中階段呢未來也會是這樣子 那當然高中生因為他目前的身心發展較為成熟 我非常認同剛剛政委員所說的 對於學生參加學校的決策意識的表示 應該要在法當中明確的保障 這是一個學生在學生校務當中的一個參政權 但是至於學生的本身的規範 因為我看了一下剛剛幾位包括處長所說的 因為前後是配套的 包括學校老師的教師的申訴跟評議 很早就法規非常完備了 那現在我看這個高級中生教育法當中 對於學生他受到的 講成 他受到的申訴跟他的 講成的過程當中也都包含了學生參與在內 眼見了學生得到的權益保障啊也接近於教師的水平 我覺得這個法在這裡面已經有相當成的進步 那我個人我個人一貫的立場是反對任何教育部的擴權 大方向上我覺得中委員這個解釋我是蠻認同的 但是因為我的條文裡面不是指教育部 我是教育主管機關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也覺得說地方的主管機關定也不適合 還是 對因為有兩種所以才會寫成 主管機關教育主管機關 那是不是 也覺得地方不適合 因為我其實沒有堅持一定要我剛開始說我也想 一開始想著要怎麼設計 所以假設不要的話就是說他的申訴機制 不能只有 這個評議委員會 因為評議委員會基本上 他本來就他就是會在處理他的 確認他的獎程嘛 他有個獨立的申訴機制 甚至是校園外的獨立的申訴機制 是不是要主管機關有 怎麼樣的我不知道怎麼樣處理一個獨立的申訴機制 讓他受到 而不是說我們現行沒有 所以沒有為什麼會發現校規 的問題因為學生就來找立委陳情 所以現行法的申訴機制就是立委 就是一年所以是 可能就需要設計比較完整的申訴機制啦 所以看兩條路怎麼走都可以 如果回到原來的 條文 是訂定學生講程規定啦 那也沒有說要訂一下 訂準則啦 但是可能就 會沒有辦法像政委員所說的 學生 受到講程以後的申訴機制 在這個條文裡頭並沒有訂啦 那是不是我們大家再思考一下 我們如何在51條的 原來的條文裡頭如果我們不要準則的話 那如何把 申訴的機制可以把它放進去 還是54條有處理 54條有處理 51條等於是最法定主義嘛 那學生講我跟妳講什麼會合 嗯 那 那51條維持原條文 應把它改成德吧 51條的訂 應把它改成德 下一步有沒有意見 怎麼樣 我覺得依照最先法定主義 你要對學生進行講程要有講程規定 因為我們其他條文有規定 學校可以對學生進行講程 但是你需要一定要先進講程規定啊 不然你沒有講程規定 你怎麼去依學生的講程呢 最先法定主義啊 所以我就覺得是應 而且那個必須要經到校務會議的決定 就是這個講程規定 他必須要經校務會議通過才能實施 也就是說我們的刑法一定要先定 不然不能論罪 我辭職原來條文啦 好 那51條回到原條文好不好 一定啦一定啦 不行啦 一定是這樣子啦 你講的這個比較大一點 這個比較大一點 好那51條維持原條文好不好 51條維持原條文 然後 好51條維持原條文那我們來看 然後 52條 52條就是 按照鄭麗君委員的條文 就是鄭麗君委員的版本的52條就列52條 沒有啦 沒有鄭麗君委員是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對啊 對 那 那 你們好授權你們去調整那個好調文次序 好不好 好再來我們來處理54條 54條 臨時吳君委員有版本喔 大家看一下 前校委員會主持人包括今選舉產生是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對不對 對 其深度範圍不其餘 第二項 第一項同意麗君的啦 他要把審議改評議嗎 然後加一個討當選人權有真的沒有問題 五十四條 我們按照鄭麗君委員的版本 第一項的部分 科技中的學校印射學生深數評議委員會沒有問題 評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不符學校影響 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深訴事件 以保障學生權益 到目前都OK嘛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應包括經選舉 沒有公開了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或學生會代表 其深訴範圍 於沒有 其深訴範圍 其限委員會組成 評議方式 評議結果是執行其三方式 這樣是辦法由各該主管去定制 好 其深訴範圍的其前面要分號 兩個都點 好 五十四條 按照正立軍委員的版本修正通過 好 五十四條之一看一下 正立軍委員的版本 正立五十四條之一 學校受理前二條之懲處或申訴事件 三次會議他就被判生死 但這個也可以五十四條之一 或是可以併入五十四條 是不是請我們法規人員 看看評論怎麼樣比較好 來 教育部表示意見 來 教育部來表示一下意見 三四項還是怎麼樣 這也乃是說我們的相關的法規命令 都有照這樣在做了啦 現在要把它提到這個法的位接 我們也同意啦 本來都有嘛 好啦 提上來也可以啦 剛剛署長的說明是說 一般的這個法制作業的法律保留的部分 比較少把這種非常程序性的東西 重新再續寫一遍 比較少 對 那基本上 比較少但沒有說不可以啦 我是參考那個大學法 可以啦 這個沒有不好 那你說要怎麼來 五十二條幾千條 還是齁 你這個五十四之一條 就不要另行再定了 就不要之一了 就直接併到五十四條條文的後面了 就直接併到五十四條條文的後面了 那這樣子就變成條文 這樣隱居的內容就會改變了 就是要怎樣 因為本來是分條是講前二條嘛 那剛剛條四改變應該是五十二條即前條 如果單獨是五十之一的話 那如果要併到五十四條的最後一項去的話 那還要再做變成做調整 不是不是不是 這裡有問題 就是變成 學校 學校受理前 受理五十二條即前二項 不是 五十四條 他併到五十四條的後面去了 受理 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五十二條 其前二項 其前二項 其前二項之乘處或申訴 其前二條改成項喔 其前二項之乘處或申訴事件時 那要用五十四條之一呢 就沒有了 就五十四條的第三項 好 好 第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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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好 第五十四條 那接著的第三項 學校受理 第五十二條 其前二項之乘處或申訴事件時 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 給予受懲處人或申訴人 中文懲處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好 第四項 第四項 第四項照舊 第四項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 告知受懲處人或申訴人 各該評議決定 及不符該決定之相關就義程序 好 那五十四條 五十四條 按照正立軍委員的版本修正後通過 好 來接著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 好 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 對校務行政 學生學業 生活輔導獎程 或其他有關規章 研定或影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 因由今 就沒有公開了 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參加其人數由各校務會議定之 這 這 這裡還是要加 因由今 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 所以原現行條文他就不一定要是自治組織成員 對 結果我們越改越到 對不起 喔 喔 來到這裡就沒有那個 主持人有沒有發現 我知道了 你現行就是這樣 那 為什麼我們反而休了就讓教育部 我也我不知道該怎麼發言 因為原來的現行條文有像 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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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部說明 那你原來他是誰參加 實務上 實務上是誰在參加 經由選舉產生學生代表參加 他們會選一個嘛 對不對 這實務上學校 實務上他們是高中現在怎麼參加 原現行條文就有經選舉產生學生代表 沒有 有 有 對啊 現行法就是經選舉產生學生代表 這也沒有說經自治組織推派代表參加 那我們 很抱歉 我們 我們被呼嚨了 我們 我們越修越倒退了 不見得倒退了 倒退了 剛剛教育部 學生會對我們也 剛剛教育部的建議的版本 跟他自己本來原先的版本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你這個範圍擴張 不要用麥克風跟我們大家解釋一下 好 跟各位委員報告 現行的 學生代表參加的 就只有 維護學生權益 對學業獎程有關規章的 訂定影響畢業條件 就是限於這些 會議 實務上是誰在參加 實務上可能要請業務單位來說明 實務上誰在參加 他有沒有經過選舉產生 原條文就是經選舉產生 對 所以我說我們被 在教育部 我們就越修越倒退 你做校務會議的部分嗎 不是 55條 你看現行55條 現行55條 現行55條 經選舉產生是學生代表嗎 他這邊也沒有是經知識組織代表 那之前的那個是校務會議啊 不是啦 現在 這個也不是校務會議 也就是說現行 那這個現行程條文已經是選舉產生之 那我們要改的嗎 我們剛剛同意說要加 同意要加四組織嗎 這個代表也就是有非選舉的 你是剛才25條 要一次嗎 我們全域 剛就大家覺得說只有校務會議保留 那因為這邊是覺得說 在這邊的修正裡面 加了這一塊以後範圍會很大 加了這一塊 所以會不夠人參加 我們被誤導了 我們剛剛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 我剛剛請你發展意見 是校務會議 不是 剛剛是說 他們全部都要用可以經選制組代表 那是對我堅持 那至少校務會議 好啦 來 好不好 之前都沒有問題了嘛 之前校務會議是學生 經選舉產生是學生代表嘛 我們在校務會議的時候 並沒有說要 沒有說學生會代表嘛 大家記得嘛 其他的是因為 因為是政委那個時候 是這樣 現行呢 依照55條 學生只能針對 學業獎程有關規章研定 經由選舉代表產生 現行是這樣 因為我們希望他參加校務會議 所以校務會議 剛剛大家有說 還是要選舉產生代表 對 但因為有了校務會議 教育部就建議我們就是說 那其他的都放寬 可是放寬 我們就把55條也放寬了 也就是說現行本來他在參加其他的 就是經選 經選與產生代表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才 不是 如果這樣子 那第55條不要修 就長原來的樣子 因為我們有加東西嘛 剛剛我們在修那個 第53條的時候 53條的部分 我們就是希望那個學生會的部分 希望能夠健全他的組織 能夠跟輔導他來做一個成立 如果是 那不是你們的問題 你們理念都有一致 現在我們是社會交代的問題 公開這樣就好了啦 這樣就好了啦 好 這樣啦 中委員 第55條 用 還是用你的條文 我們沒有加學生會 其他委員會因為他 應該是這樣子啦 他的 我們在 好我們在哪一個條文裡頭 有學生字組織 53條 53條 54條 都有了 我看看啦 因為校務會議跟獎層 獎層的評議會 是不是可以 可不可以用一個比較 嚴格的 意思是說吧 獎層這些都需要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 等同校務會議這樣 等同校務會議的規格 因為這兩個是比較重要嘛 那至少我們在55條 不能倒退啦 那至少我們在55條 55條沒有倒退喔 我們就沒有加 我們就是 按照原來的條文嘛 但是我 我建議喔 這個學生代表參加 參加兩個字 可不可以改成出席 因為你這參加 到底是出席還是列席 如果有表決的時候 他到底有沒有代表性 好好 所以我建議喔 那個參加兩個字 應該改成出席 好不好 但是項目咧 項目因為我本來是把 公開化掉 所以生活輔導講程 就不在這裡了是不是 生活輔導講程 你們會在哪一條處理 有啊有啊有啊 有有來 好我 那生活輔導就沒有了嗎 生活輔導 剛剛那個校規的部分 來55條 我們用正立軍委員的版本 來我來修正後的條文 我念一次喔 第55條 高級中等學校 為維護學生權益 對校務行政 學生學業 生活輔導講程或其他有關 規章研定或影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 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 其人數由各校校務會議定制 主席 是剛剛那個文字裡面 基本大方向我們都同意 這樣的修正 只是這裡面大概就是 項目的部分當然把它對於學生學業 或者是生活輔導或講程或是有關的規章 OK這個我們都同意 那前面的部分就是那個校務行政 校務行政包上包海的 都非常的廣 然後都同學生都要參與 可能這個部分會比較不是那麼適合 好啦好啦 那個校務行政拿掉 好不好 什麼 或有關規章研定其他也不用啦 來教育部法治 這實務上是這樣 三個字單調可以嗎 是講程有關規章 前面所列舉出來的有關規章定定 為什麼有個其他啦 因為你現在因為有說講程喔 他就跑出一個生活輔導 我就校規就有兩層 就這真的是很複雜 你就想想 他又有班規啦什麼的一堆啦 他就是會有講程 然後他又有生活輔導 那我們定寫講程寫生活輔導 可能又跑出一個新的 因為我們的觀念就是覺得 學生就是要嚴格管理啦 我們教育文化實務上就是這樣 所以只好再寫一個或其他 不然看你們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語言 有沒有什麼文字可以處理 或說有關學生權益 及其他有關學生權益之規章 還是怎麼樣 維護學生權益 對 因為如果把所有的 把或其他放進去的話 就代表著學校所有的規章 全部包括進來了 對 因為學生的規章就是要參加 意思就是這樣 各體學生的規章就是要參加 各體學生的規章就是要參加 如果其他各體學生 如果其他各體學生 或者是這樣子啦 建議就是講程或其他有關 可不可以加兩個字啦 規章那個不可以 或者規章會很多 學生啦跟學生有關的 對 加兩個字啦 對 加兩個字啦 跟學生有關的 對 或其他有關學生規章 有 好啦 有關學生權益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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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再念一次喔 我再念一次 第545條 好 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 對 學生學業 生活輔導講程有關規章 研定或影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 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 其人數由各校校務會議定制 好不好 好 第545條 我們按政力軍委員的版本修正後通過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有關規章 這樣 好不好 好 來 快快要完成了快要完成了 不好意思 再來67條 67條 就是上一次被 我們的法治很厲害 可以給他想一包 來 民進黨 民進黨黨版也有67條 來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看67條先來處理還是要處理43條 67條先來處理好了 67條我們教會部的意見是按照黃國書委員的 好 我的黃國書委員的版本是 本法除第35條至第41條 至中華民國102年9月1日施行外 至103年8月1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 我 某年某月某日 修正 那這個會是寫哪一天 寫今天嗎 通過那一天嘛 通過那一天 好 三讀那一天 修正 至第25條 至105年10月1日施行外 至公布日施施 這樣可以吧 包主席 那個 之所以會把第25條 特別挑出來 就是因為他有那個 學生嫌疾的問題 對啦 我知道 那我把52條、54條、55條 這三條都有 所以 第25條、第52條、第54條 及第55條 總共都是要這個10月1號 對對對 第52條 第52條 四條 都要都要都要 就三條 再加上 再加上 好 您作業好嗎 您知道嗎 好 您現在下一個 好 那民進黨的 第25條 第52條 第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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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第67條 第二項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 第25條 第52條 第54條 第54條 第55條字 105年10月1號施行外 自公佈日 實施 好 那會不會 跟那個 民進黨的黨版的 那個實施 沒有 沒有 沒有抵觸嗎 米糖沒有這一條 好 好 施行喔 施行喔 不是實施 施行喔 你等一下 你什麼 施行 施行 對 好厲害 施行 好 回來 第43條 43條 43條 我們有 曾經會委員的版本 還有民進黨的黨版 的條文 好 我們 我們先用民進黨黨版 來處理 好 12年國安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 畫湖 以下簡稱 跟課程鋼要 畫湖 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 研究發展機構研究發展之 學校規劃化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教育相關領域之其他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 亦得提出課程綱要草案 其提案方式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職 好到這裡有沒有問題我們先處理第一項 第一項大概主要精神就是包括機構法人團體都可以提出課程綱要 我們把這個放到四三條的第二項 第二項第一項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來市長 有關那個参照民進黨團的這個提案 這個版本的部分的第一項大概有幾個意見 第一個的部分因為我們這邊定的是高級中等教育法 所以應該是規範高級中等教育的相關事項 但是我們這邊寫的是12年國民基金教育 連國民教育也都在這邊做規範 雖然我們現在訂定的是12年國教課綱 但是因為國小國中高中我們去訂定 但是應該從那個立法來講 應該是各自在分別的法規裡面去訂定是比較適合 對這是第一個我先把意見講完 第二個的部分 在同樣第一項裡面有提到 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發展機構 研究發展之 那事實上這個部分在目前我們的 國教院的組織法的第二條 第四款就已經明定了 國家教育研究院長理課程教學教材 與教科書等四項之研究發展 所以這個四項的部分已經在國教院的組織法 就已經明定了 而不需要在這邊再重複的一個訂定 所以我們就建議這一項 這一項的部分可不可以參著現行的條文去做修正就可以了 那現行條文的部分的話就是現行條文裡面 就是在1 2 3 4 應該是 我把它唸一下好了 現行條文第43條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綱要及實施之有關規定 然後後面因為後面會講到課程綱要 加幾個字就好了 瓜服以下簡稱課程綱要 然後再用瓜服 後面就保持原來的文字 以上說明 謝謝 我真的很佩服我們次長這樣說 你們去看一看今天早上我跟你們質詢的 你們訂了一個叫做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你們在103年的1月9號修正 就是訂定出來 然後呢在103年的8月1號要公佈實施 結果你們還沒實施 在103年的7月25號實施前一個禮拜 你們又修改了 你們原來的條文就是明明白白的 只有規定高級中等學校的課程綱要審議會 它是根據我們第43條第二項的授權 這個張良萬見委員剛剛我們早上也討論過了 結果你們在你們的修正後的辦法呢 你們的第一條呢 你們就能把國民教育法第八條的課程綱要 也納進來要審議 剛剛次長自己說了 我們這是高級中等教育法 你們不希望在12年基本 國民基本教育當中去涵蓋了國中小的課程內容 結果你們在103年就自己透過辦法偷渡 把國中小的課程綱要也一進來 你們現在定的辦法去審查 你們還敢這樣講 所以我是覺得齁 你不講我還沒事 你講我想說本來請你們宣布一下 你們自己的條文偷渡啊 而且是在1月9號的時候沒有這個條文 1月9號的原始條文 你們明明白白的只有根據 高級中等教育法43條第二項去訂定你們這個 運作辦法 結果呢7月25號就改啦 改了之後呢把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也納進來 結果現在的這個運作辦法 是行不當當的把國中小的課程課綱都納進來 高中也納進來 其實黑箱課綱當中最嚴重的是高中 國中小根本沒有 結果你們去訂了一個辦法啊 所以我是說齁 你們現在說清楚講明白 現在我們這個第43條 我們說民進黨的黨團版本 把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全部都納進來 然後我們在國民教育法當中 我們有一個版本 也是把第八條上面怎麼寫 第八條寫說 適用高級中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 也就是民進黨的黨版是思考過了 雖然這是高級中等教育法 但是我們把12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綱的審議 規定在這個法內 然後在國民教育法當中第八條 把國中小的課綱也准用這個規定來辦理 這才是正辦 容獲修法的技術你們可以分別規定 我們把同樣的文字抄在第八條也可以 但是至少都不會像教育部 在103年1月9號跟7月20號搞的那樣子 用一個下位的辦法 預約了母法的規定 行不當的同樣規規定 我是覺得呢 今天我們是審查法案 不知道請你們當初主導的這個 1月9號跟7月25號的 相關的審議辦法的內容 拿出來看一看 法治怎麼簽的 你們這運作辦法可以這樣簽嗎 1月9號通過的 8月又還沒實施 7月又要馬上改 而且看不到你們是怎麼改的 要不要幫我把兩個條文給你看一下 1月9號的很清楚 是根據高級眾人教育法 43條第二項 到了7月25號 就跑出了一個國民教育法第八條 母法沒有授權 你們定這條文喔 結果你們定錯辦法 現在還在運作 現在還在運作 是不是哪一位要說明一下 好 來 包委 這個確實是很容易從現在來解讀 是有點奇怪 事實上它其實就是高級中等教育法 跟國民教育法 兩部法律修改的步調是不一致的 就是在高級中等教育法 還沒有這個制定之前 是高級中學法 高級中學法其實它只有規定 第八條只有規定說 中央主管機關要定課綱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 不是高級中等法 不是我說高中的部分 我現在講 對對對 它是不同教育階段 那它對於審議的部分 都沒有法律保留 也都沒有授權 那只有走得比較快的 高級中等教育法 43條有一個第二項授權 對 所以在之前 在這個之前 所有的課審會課發會 都是教育主管機關 本於它自己的業務的需求 如果有組成那個審議會 是依照中央主治機關 中央主治基準法第八條 基於業務上設的任務編組 在這個架構下 它本來有一個要點 就是十二年國教的 課綱審議的規範的那個小組 它本來就是因為不同教育階段的課綱 是有連續的 所以不可以割裂 所以運作的平台是十二年國教的 基本教育的這個課綱的審議 會有一個平台在做 就是那個審議會 那本來用要點的時候 是十二年都在一個審議會 但是走得比較快的高級中等教育法 授權的部分 就只有一個高級中學的部分 所以原來如果按照高級中學法的部分 去訂授權的那個審議會 其實就只有剛剛講的一月份那個版本 才只有處理高級中學 那後來還是業務面還是維持十二年國教的課綱 必須一併的來審查 那才會在那個國民教育法 還沒完成修法之前 有點像職權命令式的掛在授權命令的架構下 這個是在處理國民教育法 跟高級中學教育法 還沒有兩個都修法完成過程中 的一個調整的措施 所以從法式上看起來是怪的沒有錯 但是跟你們現在講的話剛好相反 也不會啦 那不是 不會啦 你們說我們要下一個高級中等教育法 然後不能把國中小的決定定在這邊 那個是因為是下位階的規範的委員會的運作 所以但是這個是不同教育階段的法律位階的規定 是兩個法律還沒有都修好的過渡時期啦 來 要不要我copy給你看 你們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國民教育法沒有把國民教育法第八條涵蓋進去 你們 告訴我1月9號到7月20號之間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以至於你們1月9號根據43條第二項新增的條文 所定的這個下位法 你們要馬上在半年不到之間就把它翻過來 沒有嘛沒有那個問題嘛 你告訴我說你剛剛講的是說 因為反而你們的要點 因為1月9號的是舊的法 今年103年的1月9號 103年1月9號高級中等教育法的第43條第二項已經過了 是過了新的法你們才去定這個要點 你剛剛說法是說這個法還沒過 之前的要點只有高級中等學校法裡面 他只授予他定高高中的 可是高級中等教育法的第43條第二項在 103年的1月9號這也已經過了 你們是根據新訂的法來定這個要點的 也只涵蓋了高中的部分 但是你們在7月29號呢 又把國小的部分加進去了 你們要告訴我說1月9號到7月20號發生什麼事情 我解釋一下 八號主席各位 國民教育法 因為我們9年國民教育 原來就已經在實施實施 已經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他一直是在的 那高級中等教育法呢 他是因為要實施12年國民基本教育 所以把高級中選法跟職業學校法 並成這個教育法 那比照那個國民教育跟那個的 那所以在國民教育法的時代啊 他對於這個課綱 因為他是一個行政指導 類似一個行政指導行政規則 所以他其實他對早期的國民教育法 他對於課綱這部分 他其實他是沒有規定的 那但是因為高級中等教育法 他是比較晚近的一個法 他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法 所以他寫的一個 一些這個都是適合我們現行 在推動的一個教育措施 所以我們那一段時間啊 那一段時間我們國民教育 教育法本來已經送到行政院去了 我們就是有一大段的時間 停在那邊就在等高級中等教育法 通過之後啊 只要高級中等教育法裡頭那個 後中有規定的那些相關的事項啊 我們都把它抄到國民教育法裡頭去 我們現在的座位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這個會議發言逐字稿要整理一下 兩位都在說的不一樣 來 國民教育法 100年11月30號 100年不是103年 100年11月30號的國民教育法第八條 還有八條之一 八條說什麼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 由教育部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定之 100年的法 國民教育法已經告訴你們了 國中國小的課程綱要 是由教育部的常設機構是誰 叫做國教院 國教院定的課綱 然後又公佈實施 沒有提到說這個國教院定的課綱 你們要交給誰審議我不管 但是國民教育法第八條 並沒有規定授權給一個高中的 一個什麼什麼要點的運作辦法 來審他的課綱 沒有 第四十三條高級中學教育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 也只有授權你們成立的運作辦法 去審高中的課綱 你告訴我怎麼跑出來一個7月28的版本 要把國中小的課綱併入到這個運作辦法去審查 不是 根本報告 長久以來 課程發展就是一個專業的 然後課程審議就是一個行政的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擺在教育部 由部長召集的那個課程審議會 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沒有法 那後來國教院因為要 要來這個常設這個機構來 研發這個課程 所以我們才把它寫到那個國民教育法去 那 好啦 沒關係 可不可以 OK啦 來…我們回到條文 我們回來條文好不好 看起來 如果在四三條寫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中委員 他就指出了 那你們這樣 你們說現在說不要放12年 可是 這樣你們是跟過去你們處理的案例 矛盾嗎 我看出來了啦 你們說你們本來同步要去修高級中等教育法 也要修國民教育法 你們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當中 有把高中的課綱的審議 留下一個法源的授權 你們把國民教育 國中小的部分 在國民教育法有一下14條 有一個授權 但是國民教育法沒有過 只有高級中等教育過了 那因為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過的 你們就只能去規定高中的課綱嗎 你們把國中小的放進來幹嘛 不是啊 你就告訴你嘛 你沒有過的 你國民教育法沒有過 你就不能把國中小的課綱 放到你高中的運作辦法去運作嘛 所以這個部分 必要的是要去追究您法 你是法規會還是法規處 要追究您的責任啊 這樣明明白白的嘛 你們本來就想得很清楚嘛 本來國中小的 就要有國民教育法的授權嘛 本來高級中等教育法的 就要有國中的授權嘛 你們現在這個高級中等以下 的運作辦法 你行不上的運在一起 這叫做偷渡 這不叫偷渡叫什麼 既然國民教育法沒有修改通過 他認分耶 就不要把它放進來 那你告訴我 沒有法的授權 你說 因為國民教育法14條沒有過 那沒有過就不能定啊 啊你說 啊沒有過你也可以定 啊那幹嘛要過 這邏輯很清楚嘛 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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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好好 來 因為 有啦不用 這一步 這一步不要再 不用再正直了 不要再正直之前 我把背景講清楚 不用啦不用啦 一定有時間才來講 現在回來 43條條文啦 回來審議啦 那你找時間再去講啦 好不好 對啦對啦 現在回來 43條條文 43條文的第一項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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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民進黨 黨版的條文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你才有說你要找來 沒有啦 我先去上個洗手間 好 好 好 你要記得回來喔 好 要處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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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條的第一項 按照 民進黨團的版本 有沒有一件 那個八尾我們還是覺得啦 也許剛剛那個說明裡面 是有過去的這段時間差的過程 一個背景 對啦對啦 但是我們竟然是要立法嘛 當然往前看 把它訂得更符合我們一般的法 法規的相關的這樣子一個條例 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是 那你的意見是怎麼樣 你的意見是希望 這個未來長期我們的國民教育法 是不是要並進這個法 沒有 這是他的審議的機制 國民 對啦 所以 兩個法沒有要合併 沒有沒有 高級中教育法還是高級中等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歸國民教育法 一樣啦 一樣啦 一致啦 所以基本上 調整成一致是一定的啦 我是說 我現在不是在問客剛啦 我現在在說 你們有沒有準備要把國民教育法 並進高級中等教育法 然後改法案的名稱 目前是沒有 那個除非是真正的所謂的12年國民義務教育後 在做考慮 現在目前還是國民教育 所以現在是 對 國民教育也不是義務教育 所以那個將來等到走到12年國民義務教育的時候 才會考慮把它 所以現在是12年國民基本教育 因為國民教育法是義務教育 所以不適合把它併進來 這個跟你們前兩任部長講的不一樣 因為當時在協商的時候是 國民基本教育 現在12年國民基本教育 是作為未來12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先前準備 所以我們目前包含 是的 所以你們 對嘛 所以你們前兩任部長是這樣講的 之前都是這麼講的 對啊 所以之前是這樣講 所以立法院一直有個印象是說 以後長期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版本 就是因為 一直有個認知就是說 以後長期要把國民教育法併進 這個法 然後整合成一個12年國教的一個母法 所以才會說這個版本 所以民進黨黨員才會做說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這樣當一個法的主持嘛 那即使不是這樣 按照中委員的意思說 你們之前也是這樣在做嘛 你們之前也是透過兩部法 但是做出一個12年 高級中的以下學校的課綱的辦法 他意思說你們辦法也是這樣做啊 所以也並沒有矛盾 就是說從這兩個例子 這一條如果寫12年國民基本教育 事實上也沒有矛盾 當然你要改成那樣也 還好啦我覺得也還好啦 教育部說要回歸說 以前你們那樣都不會矛盾 高中也還好 這時候跑出來就會矛盾 我知道如果教育部今天這個 那個看看這個條文這樣子 很簡單那很好 那我們就回歸到原來教育部的版本 好 這個43條的部分呢 我們不要處理到12年 國民基本教育 我們就維持中學課程綱要 就這樣好了 然後因為我們本身本檔自己的條文呢 在國民教育法也有一個條文 他是準用高級中學教育法 所以我們這裡定好了 只適用高中 那邊改了 國中小也可以一併適用 就不用管他們了 因為目前國中小的課綱啊 運作得很好 就是高中不好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分別定啦 定在國民教育法跟定在高級法 對 沒有 好 主席對不起 我這還是要再講 你們如果主張分開定 那請問你們的課綱的辦法 是不是也要分開定 那個又可以廢止 然後無效啊 好廢止 對 你們運作辦法就廢除了 就回歸法律處理了 那個辦法就 但是我們 我們的版 對啊 我跟委員報告 你懂不懂我中委員的意思 你們要一次嘛 我可以容我五分鐘 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好三分鐘 好 就是說還沒有授權的時候 12年的審議 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就是行政權決定 都可以用要點來定 都要有點來定 就12年都放在一起 但是高級中等教育法 走的比較快 有法員未接的是辦法 是高級中等的部分 國民教育的部分沒有 但沒有不代表不能夠 由這個審議會來定 因為它是要點就可以定 所以它不是法律保留 所以過度的時期才會 當時本來是拆開 後來是認為說 12年國教的課程審議 應該有一個平台 一個委員會來審 它有連貫的問題 所以還是維持原來 要點那個架構 也是維持未來 高級中等教育法 跟國民教育法 修過了以後 雖然有兩個授權 兩個授權 因為未來還是會定同樣一個 委員會的組織跟運作辦法 你們先去做辦法 對 未來也會這樣子 現在這個辦法 只有一個法律授權 把兩個法都彈彈彈彈彈彈 另外一個是不需要法律授權的 因為它沒有法律授權 就是有一點要點的概念 但是我剛剛提到 法治作業上看起來是比較特殊 有一個授權命令 跟一個類似 主席 我覺得讓他們專案報告 我就會回覆到這裡 如果 好啦好啦好啦 總委那個 好啦有機會 反正 512以後你們還在嗎 對不對 512 512部長不來 你們兩個來 好我們回來四三條條文 大家有沒有意見 如果把12年國民基本教育拿掉 改成高級中等學校教育課程綱要 以下簡稱課程綱要 沒有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瓜胡以下簡稱課程綱要 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由中央主管機關長設科程研究發展 機關研究 好 因為剛剛我也提到了就是 那個長設機構的部分 目前國教院就已經在那個 國教院就已經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可以用原來的文字就可以不用 就現行文 有中央主管先生那個 所以現行條文的部分 他就是中央主管機關定 因定定高級中等教育 可能是剛要 這件事情 你放也沒關係啊 放有什麼關係 你說國教院有關放 不是嘛 你沒有這個 就是國教院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啦 你不用緊張啦 你沒有因為 你沒有不用緊張嘛 定定機關 不用緊張定定機關在第二項 在第二項 因為這邊只是講發展 發展 沒有啦 在第二項你把它看完 第一項是 你中央主管 常設課程 研究發展機構可以發展 第二項是 民間的也可以提出檔案 對啊對啊 那提案方式 處理承認及相關事項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對啊 對 後面後面後面會有嘛 後面最後面再處理嘛 因為這邊要講的是說 你中央主管機關可以有發展單位 民間也可以提出 這邊只是要處理這樣 然後再處理他的程序 對不對 那你公佈那個後面再講嘛 後面再處理 對啊 不是 在實務上面我還在提一下 在實務上面 雖然這邊提到的是說 由那個常設機構 剛剛我談的是國教院 但是事實上 以目前國教院的部分 他是吃不了 包機中整所有學校的課程發展 我們課程發展裡面 包含以現在來講 國教院他只有做高中的部分 普通高中的部分 他也沒辦法做到技術型高中 就高職的部分 那另外再委託台灣師大 再幫忙去做的 還有包含了特殊教育也是一樣 我說那個發展課程 發展課程不是那個 不是提剛剛講 發展課程那個部分 基本上 包含我剛剛談的 以現行來講 國教院是包含普通高中 高職的部分是另外委託台灣師大 特教的部分另外再委託 另外特教的部分 所以國教院常設一個單位 他是沒辦法吃得下來 這實務上面 對 所以他這邊寫的是那個 這個是一個 由中央職員就算 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 發展機構 那你 也不是只限國教院 國教院他是機構 我們一般來講 機構的部分 他是一個常設的 這樣一個機構 但是 以目前來講 國教院是機構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剛剛談到 包含委託台灣師大 那有民間第二項 第二項 您看一下第二項 民間的不是提鋼藥 那個鋼藥那個部分 對 課程發展 對啦 次長講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課程發展就是課鋼藥 不然修一下 把課程發展也修在第二項 我們他這個版本的精神是這樣 就是你國家可以有發展單位 他也不限國教院 或許未來有新的 然後民間也可以提 他的概念是這樣 那看你們建議文字要怎麼修 對 他的次長的意思是說 民間提的部分 他是可提可不提 可不提 但是他們一定要提 但是我們一定要做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單位做這個 所以 次長是不是建議 因為你剛剛講 在第一項裡頭 不是只有那個 我們現在理解的 國教院的單一機構 那是不是在第一項裡頭 把你剛剛說的 像特教的是委由哪裡去做 或另外的 另外那個是什麼 記者委由誰 你 你不可以在這裡寫 就是說或是 我們比如說我們現在寫台灣師大 但是將來我們不見得 沒有 你不一定寫台灣師大 委由其他 必要配合單位辦理 那以目前來講 像現行的條文 目前執行是沒有困難的 看起來 看起來這一點是還好啦 還好啦 如果把那個 還好啦 不是 如果把它修正說 由中央主管機關 他這裡寫 常設是指國教育院嘛 那你們意思就是說 職業教育的部分 有委託 台灣師大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 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 課程研究發展機構 研究發展這就好了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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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國教育院不是委託 他的職務執展 就是做這些 常設或委託 如果常設或委託 對啊 就是你委託 你課程研究發展機構 就不見得一定是 是指哪個單位嘛 那台師大也可以說 他是課程 你們就委託他做職業的 高中的課程 對啊 或委託啦 這樣解決你們的一點問題 對啦 或委託 好來 這樣就解決了 好啊好啊來 常設 常設的國教育院嘛 常設或委託 課程研究發展機構研究發展之 看起來這一條43條 主要的是要先決定 高中的課綱是誰有來訂定發佈的 那訂定發佈之前 他要先發展 發展完才交給審議 那現在呢 我看起來啦 這個也跟政委員包括 因為43條有包括那個另外一個版本 是陳廷輝的版本 我之前都兩個版本都沒有參 都沒有 都沒有去參加啦 但是我再看一下說這兩個版本 看起來原來 陳廷輝的版本會比較接近 教育部目前的想像啦 就是中央主管機關 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 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這個大概都跟鄭委員的版本呢相近 那只是說 鄭委員版本有特別強調說 發展的部分 是由常設或委託的機關來發發展 那麼這裡面呢 他這裡 在陳廷輝版本的底下呢 他是說 前項客綱之訂定呢 教育相關領域的民間團體 得提出客綱草案 並按委由這個審議委員會來審議 然後呢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等於是在發展的部分放在第二項了 所以您看一下 我是覺得如果用陳廷輝委員的版本 或許在教育部這邊 訂定的部分已經明定了 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但是他過程中有發展 有審議 那審議的部分呢 我們民進黨團的版本呢 是比較完整 那今天這也是我們的重點 這重點就是在這個審議的內容 審議的過程 那當然訂定跟發布 還是中央主管機關要發布那個課綱 這個我覺得是沒有錯的啦 這個差別是在第一項的部分 中央主管機關應 應的部分就是說 你一定要訂出來 不管是高中高職的部分 那第二項部分 剛剛陳廷輝的版本 待會我們會有表示意見 不過他這邊得的部分是民間版本 他是可得 或是可可以不提出來 對對對 但是變成 對 所以基本上應該 應該 國家應該應該還是要一個版本 你的草案可以有一個版本 由教育部委託國家院 還是委託師大去弄的版本 民間有能力提就可以提 沒有能力也算了 但是這些版本的草案 都會進到課審會去審查 審查之後還是由中央主管機關來訂定公佈嘛 所以第一項 沒有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啊 第一項跟我剛剛講的第一項是一致的啊 第一項我們現在是看陳廷輝版本的內容 好這樣子好不好 就是建議第一項保留現行條文啦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 活動 然後第二項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由中央主管機關以下簡稱 以下簡稱在第一項啦 第二項就是說從講那個主詞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發展 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委託 課程研究發展機構發展研究發展之 句號 第三項 教育相關領域及其他機構學校法案及團體 亦得提出課程剛要草案 其提案方式處理程序相關事項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我們就是在那邊就是說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 因為你如果委託 你委託由他直接提草案 他就不是由國家體了 他就會變成是民間體的 對 所以如果是你這樣的話 你第二項就是很清楚指示國家 然後你把所有跟民間的全部放到第三項 或是你他委託你不用管他嘛 因為他你的這個國家的機關他可以自行委託啊 你不用在法律寫他可以委託啊 對不對因為我們 多了 多了就是說對不對 他如果是國家委託 是最後由國家那個機關提出來草案嘛 所以就是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 研究發展提出草案 然後第三項就是民間教育相關 其實原來的這個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發機構 這個其實在原來的國教法第八條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語句的規定啦 那現在我看國教法第八條 教育部都要弄出第十四條 語句的內容跟目前陳廷分的版本也蠻像的 那我是覺得說 那個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發機構 他本來也只能提交的是草案 按照我們條文的新的精神 審議都還回歸到這個審議機制來 審議通過之後才能由中央主管機關發布 那發布的他訂定後發布 那現在我們不要去管他的那個草案內容 草案內容當然教育部本身 他就會繼續尋他原來的體系 去發展出那樣的草案 但是我們這邊要加進來就是說 教育相關領域的其他機構 民間的版本也可以提出草案來 那我看那個 如果不用寫國教院 國教院在這個條文裡面 沒有被表述出來也不影響 國教院本身就在做這個事情 而是說民間的提案草案 可不可以被放進來審議 是在陳廷分的第二項當中 他說雖然前項的高中課綱的訂定 所以針對這個訂定 民間團體也可以提出草案 而且是併案委由這個課審會來審 然後還是由中央主管機關最後來公佈 所以這裡面呢 是強調的是民間可以提案 但是呢國教院本身他可以發展草案 這個字不代言 因為本來現況就是如此 所以你說後面那一段就不用了 你如果是現行是這樣 市長是這樣 你如果現行是國教院的話 的確這裡就不需要再寫 中央主管機關 常設課程研究法 但是國教院對於你們而言 是一個行政機關嘛對不對 機構 行政機構對不對 他是一個行政機構 他是一個行政機構 行政機構 那不一樣 他這邊的精神是 常設研究機 就是說 他是一個研究發展機構 他不一定就是現在的國教院 他原來這個黨版的精神 他可能以後可以是別的 或國教院轉型 因為我們一直之前委員會 一直有希望國教院轉型 那他讓他更有專業性獨立性 他不是在部裡面的一個行政機構 那因為原來的原現行條文 就是說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意思是說國家來做課綱 那只是說現行法是請國教院做 研發的部分 就現在課發的部分在國教院 他還是在政府機關裡面課發 然後黨版的精神是 他也是中央主管機關沒有錯 但是他以後比較保留一個彈性 說他是一個課程發展研究機構 以後或許是可以 更獨立 有人提到說行政法或是其他的 這個是保留一點這樣的可能性 當然你以後也可以以後再修 就是說如果是現行還是國教院的話 就還是國家在訂 國家在課發 就定資 因為他把課發都包含在定資的裡面 事實上是 事實上也不太對啦 你們應該還是要把課發訂出來 對不起我不曉得我有沒有那個 剛剛嘉賓比較 是說 嘉賓是比較提醒說 即便是中央的那個機構 國教院出來的他也是提草案而已嘛 跟民間一樣對不對 都是草案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是說 那要不你第一項維持 剛剛的那個立法行政院版本 那是不是在第二項前面 雖然第二項 我們現在的主體是說民間也可以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在第二項加一句話 除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 民教育相關領域之其他機構 等人亦得提出草案 好不好加那樣除什麼什麼什麼外 第二項的前面 除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 鬥點教育相關領域之其他機構 學校法人及團體亦得提出課程綱要 好不好我是這樣建議 這個吳委員這建議很好 但是要再提醒一點點就是說 第一項如果是照原來的現行法 你他這樣的規定是不一定要由國家院提 公務員寫也可以 就是說誰寫都可以啦 誰課發都可以啦 因為他就是中央主管機關定資嘛 法律上就是這樣子啊 法律上就是這樣 所以那然後這個民進黨黨團的版本是說 他是要有一個研究機構發展 這兩個還是不一樣的 我還是要提醒 好那現在 對但施瑤那樣就需要一個連結就是說 那個中央主管機關定資要解釋成是 第二項由中央主管 有啊第一項我們保留第一項就是中央主管定定這個課程 鋼要及實有關規定化嗎 念一遍齁 第13條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 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鋼要及其實施至有關規定 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這都不動 然後再寫 前項高級中等學校課程鋼要之訂定 除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發 研究發展機構研究發展外 不用研究發展啦 研究機構外 外 逗點 然後 教育相關領域之民間團體 易得提出課程鋼要草案 並按委由國家課程審議委員會審議 對不對 那到這裡我們就很清楚了 這樣就很清楚 還有一個小漏洞 還有一個小漏洞 一個小漏洞就是說 不一定 還是有可能由這個 中央機關常設課程發展機構 以及民間之外 的這個課發草案的產生 就是因為我們第一項是說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嘛 第一項沒有定資啦 第二項才有定資啦 第一項 我們在講哪一條 就是中央主管機關應定定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鋼要嗎 現行喔 現行對不對 我講的都是陳廷輝版本的 對啊 陳廷輝版本現行第一項跟現實法是一樣的 他要應訂訂沒有錯 應訂訂課程鋼要沒錯啊 應訂訂課程鋼要 沒錯 那我們第二項是說 除這個外 民間也可以提嘛 對 但是在第一項裡面 並沒有說一定是由研究機構提 在中央主管機關內 一定是由研發機構提出來的 這樣講齁 我覺得施耀的一個巧妙設施就是說 中央主管機關一定要訂訂 他訂訂 這個訂訂是怎麼樣 但是他在發展的過程的草案 他沒有一定要由研發機構提出來 你是希望說一定沒有一定嗎 我們上面寫前項的訂訂當 除中央委託之外 民間團體異德提出 除再加上之外 異德 就是表示說我們隱含著 前面的那個訂訂的過程 是除了由中央這樣委託之外 異德由民間 如果加一個油這樣可以 因為你剛剛說 對啊 這個之外 民間可以提就沒有 你要說前項 前項的這個 幫你中央課程剛剛的訂訂 油這樣就可以 這樣可以 除油中央委託之 除油 就是前項油的話 這樣就可以 除油中央主管器官常設的研發機構外 異德油 什麼什麼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除了之外又德 那兩個了嘛 邏輯上是涵蓋的 這樣就包括台詞大概都可以 大家講的先把它 可以啦 這樣OK的 做 來 我 來你先說可以嗎 我就要從頭領到尾 剛剛第一項的部分 跟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 所以非常謝謝委員 但是第二項的部分 我可能要再請委員再思考一下 那個第二項的部分 對 對對對 第二項的部分 因為 我們高中的部分 還是會涉及到大學的入學考試 所以呢 過去我們的課綱的部分 是過去從一綱一本 到目前是一綱多本 如果呢 民間也可以提出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版本 那將來就會涉及到多綱 對 不是 他省下來 不是 他省下來以後是 到底是變成一個 一個綱 還是變成兩個綱 對 對 所以我們的建議會是這樣子 他是可以提出課程綱要建議的那個 課程綱要草案之建議 我們加幾個之建議 否則的話 變成會是省下來的時候 變成會有官方的一個版本 還有民間的一個版本 既然要開放要進步了 就不要又憲說 他只能提討案的建議 好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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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一定會變成綱要 對 他分到那個 那個其他定定的會在舉動 好事不要做半套 不要為德不足 對 沒有我只是說要先釐清 因為在討論這件事情要釐清 也就是說 將來是要匯整成一個版本 一綱 而不是變成是兩個綱 這件事情要確定這件事情 因為原來的 對我說原來的文字裡面 會讓我們感覺就是還要另外一個綱出來 那將來就會考招聯動以後就會產生問題 既然是國家課程會要公布的就是一個綱 你可以很多草案進來 好那第二個意見的部分 這邊提到了國家課程審議會 這個單位因為到目前為止 還沒討論這個條文 所以是不是要 對 第三項還沒到 對還沒有到 這是第二項 OK 先進下一條 這一條我們來先進一條 對對對 先進一條 來來來來 現在嘉賓哥哥在幫忙 欸 這樣大概理解了啦 張委 第四十三條 四十三條等一下再回來啦 現在嘉賓委員正在把它整理一下 你下一條好不好 再回來討論啦 好那 第四十三條的 第一項第二項 第三項 好那個中委員你先朝你一下 第三項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看民進黨黨團版本的四十三條之一 好沒關係 那這個搞入委員也有提修正動議 大家看一下 中央主管機關 為審議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 瓜虎以下簡稱課程會 瓜虎 課程會分為審議大會及分組審議會 審議大會至委員四十一至四十九人由政府機關代表與非政府代表組成 其中據政府機關代表身份者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一 審議大會據政府機關代表身份之委員由交易部就中央與地方機關人員提名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並依其職務任免改聘 並依其職務任免改聘 非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委員依下列程序產生 一由立法院推舉十一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課審會委員的審查會 二由行政院就國內具專業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教師組織成員 校長組織成員其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及學生代表 提名委員候選人提交課審會委員審查會已過半數同意後送請行政院長聘任之 課程會委員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單立性別不得地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但第一次聘任之非政府代表委員其中二分之一之任期為兩年 中央提地方各級民意代表各級民意機關代表不得擔任課程會委員審查會之委員 好 告入那個待會待會 告入委員他有提修正動議 就是在第五項的時候的那個地方 他有提政府機關代表之委員 因含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一名非政府代表之委員 據原住民身份者不得低於三名 有加注這幾個內容 好 針對43條之一大家有沒有意見 這是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行政院 你是代表 行政院的列席代表 好 你怎麼坐到那裡去你就坐來次長的頭前 真的嗎 好 還是你來 好 來 麥克風 好來 來一個麥克風 主席各位委員 有關第43條之一 涉及到行政院跟行政院院長的部分 我們謙準的那個意見是說 因為5月12號那個內閣將總辭 然後接任的政府將在520就職 所以我們是建議能夠尊重新政府的意見 好 好 那如果有需要補充後援的垂形 等一下我會用個人的身份來說明 謝謝 你這是 個人身份 我這裡都沒人有個人身份 這不是官就是立法委員 我個人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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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條之一 最主要是這樣子 過去這個課程委員 以前都是教育部部長 決定了嘛 然後就被詬病是黑箱嘛 那43條之一 最主要就是 要把這一個課程委員的設置 把它給法治化跟透明化嘛 然後41到49大概 也是按照 是不是也是過去也都是按照這個人數來產生 那這個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 有政府機關的代表 那他就是不能超過四分之一的 也就是說按照41到49 大概是10個人左右啦 大概這樣的比例 好 這個政府的代表是怎麼樣呢 由教育部 針對中央或是地方機關的人員 他提名以後呢 送請行政院院長 他就聘了 就直接聘了 就四分之一 政府機關的代表 這教育部提出來 然後行政院院長聘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處理非政府代表的部分 這是比較多的 他怎麼產生呢 怎麼產生 就 不是 行政院他會 行政院他會去提名 他會去提名一些名單出來 然後由立法院 推舉11名到15名的社會公正人士 來組成審查課審委員的審查會 你了解意思嗎 今天部長一直在講說 立法院怎麼會去推派人選來審查課綱 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 所以我想我們這兩個一二項可能要對調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以免 不用啊 不用啊 政府代表沒有問題嘛 現在就是說 非政府的代表的程序的產生 是不是一二 現在這裡一二會比較不會搞混 就是第一個先講那個嘛 行政院 就國內這些教育專業人 他先提名出來嘛 然後他不是他提名就算喔 我們還是有一個審核的機制嘛 那像大法官啊 監察委員啊 都要送到立法院來審嘛 那你叫課程委員要像這樣子規格來審 我想沒有人要來當了啦 還有過去的 過去的那個履歷啊 身家調查都要送到立法院來變人家這樣子 說三道次但沒有人要當 那我們就 由立法院去推舉十一個到十五個社會公正人士 那立法院怎麼推舉 當然 就是按照政黨比例來推 就比照公 公式的這個模式 我想這個大概 合理啦 那組成這個審查課程委員的審查大會 這樣就對了 他不是直接審查課綱 而是說 審查課綱的這些委員的產生 是由行政院長提名 提名了以後還是有經過一定機制的同意 那個同意就是由立法院推派十一到十五個公正人士 來審查 這樣大概大家知道意思吧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這些課程委員他的任期是四年 任滿得連任 單立性別不得超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這個 OK 這個大概可能大家沒有意見了 然後再來就是原住民的代表 在政府機關一定要有一名 非政府的代表要有三名 這大概等一下可以表示意見 然後 第一次聘任的非政府代表 其中二分之一的任期為兩年 但是這個設計就是要 讓一半一半在換 不是整批這樣換 那是一批一批這樣換 那有一些有經驗的人繼續留著 用這樣的制度來設計 那基本上他是參照公事的模式 好 中央局地方各級民意機關的代表 他不能擔任課程委員 審查會制委員 這個大家應該沒有意見 這個大家應該沒有意見 民意代表 是不能去擔任這個課程委員 這樣子這樣的設計大家 不曉得沒有意見 我是建議這樣子 非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委員 依下列程序產生之的一跟二 稍微調換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會調換 然後先確定了這些提名委員 一行政院就國內巨專業人士先提 然後再來 立法院推局 來審查這些課程委員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大家有沒有意見 對 如果如主席所建議的就是說 裡頭的第二點是先 跟第一點交換的話 那文字可能要做一下處理 因為第二點的後面有沒有 有寫到說 提交課審會委員審查會 以過半數同意後 送請行政院院長聘認知 對不對 這是第一項 對對對 第一點 所以你第二點就要寫成 上述課審會委員審查會 由立法院 對對對 十一名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 組成 好 錢款 好 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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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很好 好不好 很好 我建議是這樣 沒有錯 避免誤會說怎麼會立法 立法院怎麼會去推舉 十一到十五名 去擔任課程 不是這個意思 你在閱讀這個條文 會常會這樣誤解 所以 所以 早上那個吳士華部長 就一直誤解 我一直強調他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他還是一直認為這個意思 好 主席 我這邊幫 好 蘇喬委員 來 我幫這個稿路委員 做一下說明 關於他的這個修正動議 但 我自己也是蠻認同他這個提案的 就是在第五項的部分 他說這個政府機關代表的委員 應該要包含 原明會的代表一名 就在政府機關要有的代表 一名是要由原明會推派出來的 那在非政府代表的委員 要具原住民身份的話 不得低於三分 不得低於三名 那我想我們的這個組成 審查會到時候是十一到十五 所以如果是三名以上的話 其實是大概是五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 那這個數額 原額我們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認為有原住民身份的人 是代表進來這個委員會 其實是有必要也讓他法治化 因為我們比如說像現在的 這個課綱的爭議 其實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史官 那事實上原住民的歷史 和我們整個台灣的這個族群的歷史之間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爭議 所以如果要徹底的解決這個史官的爭議的話 其實有原住民身份的代表進來 我覺得是相當合理的代表 那這也尤其是在我們前面前條 43條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尊重族群多元 性別平等等等這些原則 都已經要放進去了 我們都已經期待要放入了 所以在後面這個43條之一的代表成員 這邊把原住民身份的代表 直接納入法治化 我想這是合理的建議 方向上支持 但是在人數上我擔心 是對於未來實際執行的這個必要 是不是我個人建議 在政府機關代表的部分 至少含一名這個OK 那至於非政府代表的部分 我是覺得不要限低於三名 不得低於三名 也是我個人認為也是至少一名 一加一就是說都至少 所以其實這至少就兩名 政府一名再加上非政府的一名 但不代表他只能有這兩名 我建議是這樣 因為是擔心實際在執行上 你要去聆聽到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再 第二段審議大會制委員41至49人 由政府機關代表與非政府代表組成 其中政府機關代表身份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之四分之一 我們後面其實可以加一段 那就是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 均應包含原住民代表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要一人兩人都可以 有代表就可以了 就是必須要有代表 因為他那個人數其實不多 只要有代表他大概就可以表達原住民的意見 好來 可是我這邊也是要表示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說41到49人 那假設你只有政府代表一人 還有非政府代表一人 那也就是兩人而已 那兩票在49人裡面 他能夠佔多少的比例 能夠發揮多少的影響力呢 假設是最低的話 政府機關因為只有不得四分之一的話 就至少一名對不對 非政府其實佔四分之三對不對 四分之三的部分是不得少於一名 所以他可能是兩名三名 你不要定死他 就是二兩名以上 而這個兩名以上的空間 像搞錄的案子是說 非政府代表是不得低於三人嘛 那現在就是一 你擔心只有一與三之間的差距 其實不代表可能只有一 他可能一或是二甚至高於三 沒有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的最低限度 其實我們符合如果用法定的話 最低的限度是四嘛 一和他的不得低於三的話是四 四在49裡面 其實也是很少的 那是佔十分之一 才十分之一喔 佔十分之一 那因為我們原住民族 就至少有16族啦 其實他們已經不是一族推一個 這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不可能嘛 所以他是認為說 我們是認為說 至少這樣的話達到四 那麼佔四十一到四十分之一 那我相信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其實也是相當 他不是只有原住民身份啊 他同時也代表了其他相當多的專業 我覺得這跟性別保障其實是同樣的概念 是把多元帶進了這個課程審議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還是有必要的 一定的原住民客家要不要 所以我覺得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確保原住民的這個史觀 我同意 但是你一旦把那個人數作為一個考量說 你有沒有被納入 多少 對那個我真的覺得是擔心 而且課程是需要一些 你要去聆聘到相關領域的專家 是擔心實際讓他沒有辦法workable 如果workable 你當然可以2 plus3 像我剛剛覺得政府至少一名 非政府也至少一名 其實他不代表就只有兩名 但你不要定死他不得少於幾人 你如果原名下去啊 你是不是客家要下去 到時候以後有什麼新住民要下去嗎 我還要最後再發言一輪 大家有共同的 大家多數意見啊 那這個 這個當然不是因為他是身分 他有這個原住民身分 就納入了這個審議委員會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如果未來在這個審議委員會裡面 他其實能夠在專家 專業的前提之下 同時兼具了原住民的身分 兼具了客家的背景 兼具了新住民的背景 這好事啊這怎麼會不是好事 這當然是好事啊所以 但是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考量到現實的部分 其實原住民在這個長期以來 脈絡下的弱勢 和他需要被轉型正義維護的狀況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現在是一個好的機會 讓他的聲音可以納入 我想這是這一次在修法的時候 原住民委員很希望能夠達到的效果 而且其實原民會也是支持這樣子的修法啦 好 要先處理哪一個部分 吃讚 好來 召集委員還有各位委員 首先非常謝謝各位委員 提供這個寶貴的一個意見 我想針對第43條的部分 上午在大會備詢 我們部長大概也要表達 教育部的一個立場 大概很清楚表達我們的立場 那基本上呢 大概就第一個的部分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行政院的部分 那行政院的部分 到底他怎麼樣子來去運作這件事情 那可能這個部分剛剛行政院已經有表達這個意見 第二個呢 因為課綱的審議的部分 課綱的審議的部分 包含了41月到19位的部分 基本上他人數就非常有限 而且他包含要審議到的 包含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還有國音術設置 還有特教 很多的這個裡面 基本上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這樣的組織 所以不是說我們隨便找一個 包含的比如說教自然的老師 他是不是就能夠發展課綱 他是不是有那個專業 未必 未必 所以基本上他那個審議過程當中 確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這個部分 所以 包含了委員裡面的組成 或者是我們這裡面再去挑 那個行政院那個課審大會那個部分 基本上是不是能夠達到我們的 希望能夠設計這樣的目的 我個人 那個在教育部服務這麼多 我是覺得是 我這邊當然知道次長說這樣的用意啦 不過我完全不同意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在台灣原住民這幾十萬人當中 絕對可以找出三到四個人 有資格有專業可以加入這個審議委員會 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我對原住民的部分沒有特別 我剛剛不是特別是原住民委員的部分 我是講的是一般性的所有委員的部分 還有包含了那個學生代表的部分 這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 尤其是高中階段的這個學生代表 還在受教育的階段裡面 然後還要去參與這麼專業的課程的一個審議 再加上呢 他不是像我們剛剛在討論到學校校 高輝的學生代表 他可以由學校裡面產生 他涉及到全國的部分 這個學生代表怎麼去產生 都會是一些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建議 而且是現在520也快到了 所以是不是這個部分 剛剛課程發展的部分會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過去都有一個模式在做處理 那課程審 課發的部分 那課程審議的部分 他可能會涉及到比較多的一個層面 我們是不是會建議是不是 應該是到時候接任政府到了 包含我們新政部長到了以後 是不是教育部本身 還有包含行政院的部分 應該有提出一個行政院的 這樣子一個版本之後 就併同來審議 會不會比較周延一點點 再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謝謝 當然希望今天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出委員會 因為到520 我們還要23讀呢 我們還要23讀嗎 所以我想我們先出委員會 如果需要政黨先二讀的時候 再來協商都可以 你現在如果不出委員會 520以後什麼時候 有機會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看也不曉得 因為接下來有非常非常多的 相關的教育的政策 在我們這個委員會需要處理 所以我們希望 有關於課綱的審議 也討論過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好不容易今天也完成了尋答 那也完成了條文 今天大家留下來要來討論 這些條文的修正 我們希望 而且今天也獲得了陳學勝召委 陳學勝召 我們都希望能不能今天先出委員會 先出委員會 因為在討論 這討論那麼久了 再討論下去也是曠日飛時 好不好 現在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先來處理好不好 我是覺得說這個部分的話 真的就是說 我還是維持剛剛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課綱的爭議 最大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數學自然等等 這部分其實整個社會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爭議 最重要的爭議就是來自史官 而這個史官其實必須 從台灣獨特的文化歷史去切入 所以在這個脈絡之下 加入原住民這個身分 其實是很合理的 現在只是原而的問題 那坦白講很難得的 不但是民意代表這邊 支持提案了 甚至連原民會都同意 希望我們來做這樣子的提案 能夠讓未來原住民的聲音在裡面 那我覺得如果是不得少於3名 這個部分是太多的話 那退一個啊 1加2 至少政府機關這個部分 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這原民一個 對我這邊的話 我替搞入委員 稍微做一個小小的退讓 他說3那我說2啦 對啦 那現在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主席 那啊 就是政府機關跟民間非各有移民 各有移民 對啊 還不要寫名額 還不要寫名額 就包涵 包涵 包涵 對 但是至少2個啊 不要寫 不要寫一筆 對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一個是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非政府 代表是兩個 一個 其實民主法院的角度來講 現在也是有3連和3連的計算 所以 而且 其實說 其實 雖然這個生類 大家已經有點夠困難 但是 確實在不同組織上面 他們的狀況又會差很多 所以 你至少平原有一個 三原有一個 這樣的概念 2的概念 對民主的事情來講 其實是 比較能夠包含 有多人的身份 所以 為什麼會提 政府機關 對政府 至少是兩個 大概就這樣 我想知道 當然 我還覺得 包含 包含的比較好 民主要說2 1 當然是 我是說 當然是不好 但是民主會這樣表述 對啦 對啦 張偉 這樣子好不好 我來 尊重原住民 這史關裡面要 他們 當然當然當然 對啦 但是 對啦 當然原住民的史關當然也要 拿進來考量 原而不要定死 這樣好不好 我來 我來念一下 那我們把它放在哪裡呢 我們把它放在 後面的這一個條 那個條文 課程會委員任其四年 任滿德年任 單一性別不得地委員 總人數三分之一 現在就是有關於這些的 限制嘛 好 政府機關代表 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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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原住民族身份 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 均因包含 均因包含原住民族 均因包含原住民身份之委員代表 均因包含具原住民身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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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因包含 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均因包含具原住民生份者 君呢 是唯一的條件 你再唸一次 我在唸一次喔 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中 喔對 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中 變成是他唯一的一個標準喔 你當時的語意是有問題的 但是兩個都要各有一個喔 至少要有一個的意思喔 都要包含喔 但是不能變成是說 變成政府代表跟非政府代表都均因包含 因包含 因分別包含 據原住民身分者 都要喔 他是都要喔 我覺得再講清楚 對 來來 我再講 對 對 我們都支持原住民要進入這樣子的課審會 但是 沒有 我那時候 因為我們要立法嘛 放在法院裡面 我覺得要把這個講清楚 不然以後執行面上的那個韓式會有問題喔 那再請問一下剛剛那個文字 上面來講的話 政府機關代表 如果只是這樣的寫法的話 會還是是原住民委會 原民會的代表嗎 這是 會嗎 文字上 這個我比較不熟 我跟你講喔 政府機關代表是由教育部去推派 然後行政院院長拼任 對 那你現在的主張是要 對 那你現在的主張是要 對 那你現在的主張是要 他是專家 他未必是由原住民 未必原民會 原民會的角色 原民會的角色要進來嗎 政府機關代表 你不可以是去替某個政府機關 匡人喔 我們要的是上位的原住民 我覺得代表喔 這個部分的話確實是 因為我們最後一項是 中央及各方民意代表機關代表 不得擔任課程會委員 所以你不能前後 而且事實上原住那個原民會的代表 不一定是這樣的課程審議專家啊 你們這個要想 所以 對 真的不應 那個課審的委員就有提到說 遊行政院就國內具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 教師組織成員 校長組織成員 家長組織成員 其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 及學生代表 提名委員候選人 換句話說我們要求他是原住民身份者 那他也有可能是原住民的校長啊 他非常具有專業 那他剛好在當他是校長 他有原住民的身份 那當然就可以了嘛 所以他就不一定是原民會的人 所以 所以 所以這跟原民是不是原民會 無關 就原民會可以推薦 因為他這裡面的精神就是由行政院 就國內具 這個這個這個 那當然就是可以推薦給行政院 你把好的人選 適合的人選 具有專業的背景的人選 就推薦給 所以你們原民會的代表 對 不是原民會 不是不能為機關限定原額 不行不行 不要啦 原民 原民會的角色 所以我們覺得不要限制 好來來來 原民會 原民會是這樣子 原民會的那個部分是由教育部 去針對中央與地方機關人員提名後 送前行政院院長聘任之類 這個是政府機關的代表嘛 教育部去提嘛 好 我現在處理這個部分 好 我這樣說 課審會 第五項 課審會委員 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 單立性別不得地 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中 均應包含具原住民身份者 好 好不好 好 好 那有怪這個部分就這樣處理掉 好 這句點 對對對 那句點 沒有問題 有啊 但第一次聘任 非政府代表委員 其中二分之一 之任期為兩年 這個錯開了 這個 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 這都沒有問題 第三項 好 第三項 非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委員 這裡我再唸一次 非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委員 依下列程序產生之 一 由行政院就國內具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教師組織成員 校長組織成員 家長組織成員 其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及學生代表 提名委員候選人提交課審會委員審查會 以過半數同意後 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二 前款課審會委員審查會 由立法院推舉十一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織之 十一至十五名 十一名至十五名 對 十一名至十五名 組織之 前面 後面挪到前面來了 第一款一面混淆 對 第一款一面混淆 組織之 有之 後面前面移 好 然後 後面的那個部分 我們就蠟住原住民 原住民剛剛那個部分就照我剛剛宣讀那個修正條文 好 這樣四三條之一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很好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 四十三條之二先來處理好不好 四十三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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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會成一大會要處理哪些事項呢 好我們看四十三條的條文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目標 在校學習結束 學習領域 瓜糊或科目 劃定 劃分之定定 一 二 課程綱要總綱 各 學習領域 瓜糊或科目 課程綱要之審議 三 學校課程修訂原則之審議 四 各級主管機關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有關課程綱要實施爭議事項之審議 五 其他依法應有課程會決議事項 課程會審議大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課程會審議大會之運作分組審議會之組成 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好這個就是在規範那個課程委員的職權這樣子 好不好 市長要有意見喔 有意見 你這裡還有意見 你這裡還有什麼意見 來 這邊所列的五款的部分 好 那麼第二款第三款跟第五款 OK沒有意見 好 對對那有意見的是第一款跟第四款 第一款第四款 第一款的部分就是有關這個在校學習結束啦 或者學習領域劃分的一個訂定的部分 課綱的一個發展向來大概都是由下而上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不會在課審大會 他在審議的過程去決定說你國音速設置 然後哪一個領域是要上多少節課 因為對這個部分確實會有一些問題的部分 這細節還好啦 還好啦 所以這個部分對 課程結束還有學習領域 這個都會有問題 因為常常會說這個 這一個領域裡面他多了幾檔課少了幾檔課 就吵翻天了 課程大會是沒辦法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不然第一項先不要列了 一不列吧 那至於第四款 對 第四款的部分 這邊有關課程綱要實施爭議的這件事情 那要看它包含兩個層面 第一個它實施層面 如果它實施執行上有問題的部分 是由各主管機關他們去負責去做一些爭議上的處理 而不用在課程大會裡面來處理這件事情 課程大會也沒辦法去處理這件事情 第二個如果是屬於課綱 課綱 總綱跟領綱的這個爭議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主管機關將來發布以後 就是由教育部 或者教育部我們的直屬的這個 這個負責機關就是國教署 他就自然會會同國教委員去做有關爭議上的一個處理 所以也不會進入到課程大會裡面處理這件事情 對對對 聽起來是有獨立啦 聽起來是有獨立啦 好啊 來 那按照教育部的意見是第一款跟第四款不要列 然後我們只列2 3 5 那款就變成1 2 3 你們調整 好不好 大家有沒有意見 最後一項來 應該是課程審議大會 對 自運作三個是建議刪除 因為他大會跟分組會議都有組成及運作 如果前面只留自運作就欠缺組成 好 最後一項你是說課程會審議大會 自運作三個字三這樣 自運作 對 好好好 有道理 好 這沒問題 好 最後一項 課程會審議大會 分組 頓號 分組審議會之組成及運作辦法 對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好 還有一個小地方小修正 那個就是原來的第二款 因為這裡面我們的課程的發布裡面會有領域還有科目還有群科 所以建議是這樣子 第二款 課程鋼要總鋼各學習領域 然後頓號科目頓號群科 課程鋼要審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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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科目 領 你說第二款裡面是不是 就是包含那個職業列科 那個群 就是 合群的群 職業列科目 他現在改成群 各學習領域 頓號 科目 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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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課程鋼要 整鋼 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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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習領域 還有學習領域 還有學習領域 群科 群科 群科還對 好來 好第二 張委 好來 來 何卿總委員來 那個有關各款教育部的建議在修訂的那個字句細節 那個我沒意見 但是剛剛次長在建議說第四款 這個有關各級主管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有關課程 綱要實施爭議事項之審議 這個拿掉我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們要處理 中央主管機關 這有辦法處理 課程大會沒辦法處理這個 爭議事項 剛剛提到的如果是實施的部分 實施上面遇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各主管機關 包含有縣市主管機關 包含我們有教育部國教署主管機關會來處理 那如果是涉及到課綱 領綱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像那個群科課程爭議的部分 這個到課程大會是沒辦法處理 課程大會它是一個臨時性的組織 所以基本上還是會回到行政機關 由教育部跟國教署去 以及會從國教院去處理這件事情 對 用行政體系去處理 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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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確認一下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會對第一款要刪除有所疑惑是說 之所以我想擋板把它放進來 是因為我們認為課程的結束跟學習領域劃分 會看你的那個剛的分佈的那個來決定 所以才會比較嚴謹的在這裡放進來 我認為那是有關聯的 跟委員報 是 因為課程大會 剛剛41位到40幾位的委員 他有各 每一個領域下來 大概就只有兩三位 三四位委員的部分 然後他要去做那個課程結束 當然就 這個領域的那個學者專家或是委員來講 他一定希望增加他的一個授課結束 所以在那裡面課程大會是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情的 對對對 然後這個部分是由下而上去發展 過去陳正恩也吵過 吵過很兇 是這樣啦 因為我所知道的課程 原來的課程 到最後那些委員們都為了結束 在那邊爭議 交土必爭 因為大家都想要把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 放到孩子們的腦袋裡 那這個實在是增加我們學習的負擔 這是一個 其實我們現在也比較傾向說 給予學校在自主空間上 比較多的彈性時數 有時候你讓課程委員都很大 都是大學教授 其實我們在第一線的教育現場 我們的老師他其實希望有些東西 可以他自己來彈性運用 可是因為大頭們爭奪之後 就會縮減到壓縮到他們 第一線場教師的自主空間 所以我是覺得不要讓這些大頭們 來處理課程結束會比較好 至於行政機關在處理爭議的部分 對啦因為到頭來 如果說是各級主管機關 就含到中央跟地方 假如說地方政府跟教育部的意見 不一樣 對課程的綱要有什麼爭議 回到課程會來 這個時候我會覺得 教育部還是作為一個 最後的一個行政指導機構 那你讓課程會去處理 也不一樣 所以我這裡會支持次長那兩個意見 一款跟四款可以不用放在裡面 好 謝謝嘉賓解惑同意 好 我們把四三條之二 我再把它唸一次 大家注意一下 四三條之二 課程會審議大會 長理下列四項 一課程綱要總綱頓號 各領域科目群科 各領域科目群科之審議 還是要齁 來來 對總綱 課程綱要總綱頓點 各領域科目 各領域這裡有頓點嗎沒有吧 有各領域頓點 科目頓點 群科 課程綱要之審議 對好 好 第三 這綱第一 第二 學校課程修訂原則之審議 好 第三 就是原來的第五了 其他依法應由課程會決議事項 好再來 課程會審議大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課程會審議大會分組審議會之組成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好 好 好 43條之後處理完了我們回來43條 43條 43條 剛剛請中委員 把討論 大家討論結果把它寫成文字 好我來 第三項跟原來一樣 好我們這樣子唸 43條 1 沒有1 43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 逗點 逗點 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分號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據點 好 第二段 前項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訂定 逗點 逗點 除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 其他教育相關領域之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 逗點 亦得提出課程綱要草案 逗點 並按委由課程審議委員會審議 分號 其提案方式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逗點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好 第三項 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審議及其實施 應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別平等 公開透明超越黨派之原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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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了 直接問做 要不要交由黨團協商 要不要交由黨團協商 那沒有人在啦 好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二 您據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爵 院會討論時由黃召集委員 國書補充說明 好 現在是高級中等教育法 好 謝謝 再來再來我們再花一點時間 回來處理國民基本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 這第八條很快 第八條 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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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法有 有第四條有第四條 第四條跟第八條 好 現在處理沒爭議的啦 第八條沒有爭議啦 第八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綱要 之研究發展及審議適用高級中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 可不可以 法委員這個有幾個意見 好幾個意見 第八條現在講第八條 好第八條 先討論第八條 現在第八條嘛 第八條 第八條 第一個因為我們這邊是國民教育法 所以規範是國民中學跟國民小學的課程綱要 然後在這個法條裡面 其實說適用高級中等教育法 可能在這個立法題上是有點奇怪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我們也討論到了 這個課程大會裡面要包含的行政院要組成那個學生代表 那學生代表的部分在國民教育階段裡面 他可能是國小跟國中年紀更小 恐怕那個未必是適合啦 可能必須針對國民中小學的部分 另外再去做一個比較適合的一個條文的訂定 第三個的部分具體建議 是不是提例上面是不是可以把剛剛高級中等教育法 有關課審跟課發跟課審的相關的這個條文的部分的話 可以參照高級中等教育法文字的一個修正 然後呢把它列到國民教育法來 大概是這樣的建議 謝謝 就是把我們那個條文把它全部搬過來啦 但是看你們提出來 來我看那原來的高級中等教育法來 第八條我們一個修正案 第八條來第八條你們 第八條修正動議 前面兩項第三項到第三項族群那個都沒有問題嘛 再來莊主管集團會審議課程剛好音色課程審議會 課程會分為審議大會及分組審議會及組成 及運作辦法由莊主管定制 好這個跟高級中等教育法的第四三條一不一樣 都要放進來 都要放進來 但是現在就是說 教育專業學者嘛還有 校長家長組織 還有學生代表 我們在高級中等教育法裡頭 那個課程委員是有學生代表啦 那這個國民教育法裡頭要不要有學生代表 不適合嘛 不適合嘛 所以 所以 所以不能全部搬過來嘛 那你那個有學生代表啊 你這裡 好行政院代表講一下 學生代表不一定要普通教育在哪裡 如果他曾經是受過普通教育 高中學大學 也可以 喔那簡單啦 如果是這樣就簡單啦 做這個衍生好不好 這很有問題啊 學生代表啊 這是很好笑的衍生 高中學生關心他的課綱 所以需要高中學生代表進來 對 不是不是 可能不是 不是啦 這不能啦 不行啦 來來來 你選擇行政院的意見還是怎樣 這是大家行政院的意見 來 大家有沒有意見 合委員 我先 會詢問一下喔 他說他代表行政院來喔 但是他表達的意見 到底是行政院的意見還是他個人的意見 因為我剛剛聽到他那個意見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扯 而且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以為然耶 這怎麼會做一個機關的一個意見代表 中央耶 一張三正牌來喔 主席我說明一下 你今天是來什麼 委員不好意思我說明一下 比如說喔 像那個以前 聯考我們會請一些學生 他考過聯考 他去 試測一下那個題目 不一樣的東西好不好 這是你自己的意見 還是你代表張院長的意見啦 好好好 你是來亂的啦 來來來 國民教育法的第八條 民進黨黨團的版本是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綱要之 研究發展及審立適用高級中等教育法之相關 規定 大家有沒有意見 那教育部有意見啦 那教育部的意見認為是 應該單獨列啦 因為是先有國民教育法嘛 後有高級中等教育法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嘛 來 主席 剛剛我私下要請教 那個這裡也適用啦 那準用的話 因為我們在高級中等 高中的部分是有學生代表 但是呢 小學的部分要不要有學生代表 這個其實準用的話 就有這個彈性空間 那現在我們如果說 因為我們今天爭取時校嘛 我們在 逐項的去看高中的辦法 可不可以適用國中小 那不如我們就用準用 因為國民教育當中 國小國中的部分用準用 這樣就單純解決 因為今天最主要的會 課綱會發生問題在高中 對不對 那我們國小要準用嘛 那準用就是這個裁量餘地 未來的行那個行政院 跟教育部他們去斟酌 反正他們定的相關辦法 都要送立法院備查 所以未來的課審會 它是不是要有一個機關 根據兩個法條的授權 因為這個要變成準用 我覺得準用就很清楚 我只要一套就好了 準用就一套就好了 法治 那你到底這個準用當中 你哪些準哪些不準 行政機關還是裁量餘地 好 法治 法治 說一下 準用可以嗎 準用可以嗎 好 可不可以 包主席 在法治作業上準用是一個 在立法過程中便宜的技術 對 現在今天很快通過了 把所有的問題都留在未來試用上 所以這個部分因為我是法治單位 那這個地方還是要有業務單位先評估一下 他這樣定是不是夠明確了 亦或是我們現在如果相對明確可以處理的條文 就先搬過來 那如果是 你不能跟他搬過來啊 我跟他搬過來 我就想到說那學生代表 這個部分可能要處理 就刪掉 可能要處理嘛 所以如果用準用 因為學生代表如果確定剛剛提到的 如果是國民教育階段 他根本年紀還太小 就不需要有學生代表 所以我們這個條文就把它刪掉 不然未來還是會有準用學生代表 到底要不要放進來的問題 但是未來是適用的問題 我是覺得就精神上用準用就好了啦 好 不用整個這樣搬過來 因為他最後在準用的過程 然後他自然會排除不適用的那個代表的產生 所以就這樣吧 好啦 這樣子啦 我的那個各位 我的具體建議是這樣子啦 當然這裡面提到了原來條文裡面 就是提案的條文 那個研發課程的 鋼藥的研究發展跟審議啦 那這個部分是可以 如果大家討論了 可以準用高級中理教育法的相同規定 就是課程的研究發展 課綱的研究發展跟審議 這兩這兩件事情啦 但是呢 國民教育法自己本身 應該還是要有自己的鋼藥 應該文字上面的一個定定 所以呢 剛剛我們也提供了一個第八條 比如第八條的部分 中央主管機關應該還是要定定國民 中小學課程鋼藥及時時時有關的規定 他自己應該在國民教育法應該定 教育部要去定這件事情 好啦 了解啦 合理啦 還有那個第二 合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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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第二項這也可以留 合理合理啦 可以啦 可以啦 對啦 對啦 黨覺得說我們國民教育法 他應該還是要說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民中小學課程鋼藥及時時有關之規定 作為這個第一項我覺得就保留 保留 好 後面第二項開始其他就準用 那個高級中等教育法之規定就好了啦 好 這樣好了 因為他除了那個條文的頭是還是有定 好來 那我練一下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民中小學課程鋼藥及時時時至有關規定 瓜五以下檢診課程鋼藥 瓜五 作為學校規劃及時時課程之一句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據點 第二項 教育相關 教育相關這個還要嗎 不要 不要了 其餘 後面直接寫 他寫說 其餘 之研究發展及審議 准用高級中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 對 這樣 這是第一項後面 沒有啦 沒有啦 這第二項 我剛才黏的這個第一項 這個這個這個 沒有啦 沒有啦 不用其餘啦 這之後就接這個下去啦 接一個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這個 這個準準準準 這樣這樣 好 好 第八條就這樣修正通過 再回來第四條之一 就是有關於 病校程序的問題 方國書委員這裡有提案 好 國民教育法第四條之一 為促進學生同才互動培養群體多元 學習有效整個教育資源 建構優質學習環境 均衡城鄉教育功能 確保學生就學權益 直轄市縣政府得辦理公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之合併或裁策 這裡 這裡有加 其相關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再一部的意見在哪裡 我們有提 委員我們有提那個修正動議 來修正動議 我要先看你來 這邊委員來 你來 對 委員都有拿到了嗎 來 剛剛有發給大家 好 好 好 為促進 直轄 取全就學權益 我前面那些漂亮的文字 都不用了 做文什麼 那都不用了 好 那都不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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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免許 好 我沒有免許 好 都沒有 沒有 我念一下 好 第四條之一 為促進學生同裁互動 並確保學生就學權益 但是我覺得我這些文字比較漂亮 還是要啦 還是要啦 好不好 沒有影響 好 我這樣唸 為促進學生同裁互動 培養群體多元 學習有效整個教育資源 建構幼子學習環境 均能教育發展 就保學生就學權益 直轄市縣政府得辦理公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合併 或 停辦 法律是停辦 好 或停辦 OK好 我同意 其合併停辦之條件 程序審查 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工之安置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政府應依準則之規定 訂定有關 合併或停辦之自治法規 好可以啦 可以啦 這 我受人之託中人之事 我還是要替搞路委員說一下 好好好 他這個搞路委員這邊有提修正動議 就是他是基於這個法律 應該要具體明確的訂定 所以他在這邊第一項 在原本文字的這個 在你的版本的合併才是後面 其實應該要加評估指標 處理原則 作業程序及配套措施等 相關準則啦 就是他把事項更 好 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看 可以 加他這個進來就更漂亮了 文字更好一點 有道理 好 搞路委員有一個版本 大家看一下 直轄市縣政府得辦理公立國民小學集 國民中學之合併集 他猜測呢 那你是停辦 等一下 猜測還是停辦啦 你們法定用語是什麼 停辦 法定用語是什麼 停辦 好 你確定喔 次長 是停辦齁 不是猜測齁 確定齁 好好好 那沒問題 好大家看一下齁 直轄市縣政府得辦理公立國民小學集 國民中學之合併集 停辦 好 其評估指標處理原則 作業程序及配套措施等 相關準則 由教育部定之 好這個我們參照 搞路委員的版本 請這邊沒有版本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齁剛剛談到的就是 那個 評估 評估指標及那個處理原則 那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包含那個停辦的條件 程序 審查 還有那個員工的安置等 這都是屬於處理原則 所以會跟前面的部分 會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通通有包在後面裡面 有幾其他相關事項 大概就包含在那裡面了 那只是把它 對 把這個準則 要涵蓋的哪一些事項 這裡面大概比較沒有 比較清楚的 包含那個評估指標 就是我們剛剛停辦那個條件 那個條件就是包含在這裡面 好我想因為文字上面 其實現在的版本有一點修正 跟剛剛黃國書委員提的 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高陸委員這邊的話 他意見表示是 那就他不堅持 他不堅持 可以接受 他不堅持 好那我們用 教育部 教育部來 教育部的條文內容 來我看 你 來來來來來 教育部了 直轄市縣政府得辦理公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之合併或停辦 其合併 停辦之條件程序審查 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工之安置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政府應依準則之規定 訂定有關合併或停辦之自治法規 分號 最前面是分號 停辦 那裡要分號 相關準則 有教育部定資 就沒有了嗎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對 好可以 第二項 第二項好我來練 前項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合併或停辦 直轄市縣政府 應凝聚校園空間利用與財務資源計畫 邀請學者專家家長代表 學校教職員代表 地方社區人士及相關人員 進行專案評估及辦理公聽會 我的版本是 來 辦理公聽會 並經各直轄市縣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送中央主管機關被查 好 一個是被查你是核定 可不可以改成核備 因為 核備 因為它一個是 一個國民中小學 這個部分是屬於縣市政府的主管的一個權責 所以基本上應該還是要尊重 那個地方政府的一個權責 對 被查 被查 因為地方制度法裡面這個不也是屬於地方 好 好 尊重大家意見 好 送主管 中央主管機關被查 好 好 那最後一個條文 第三項 第三項 那片箱呢 片箱可以先拿掉 那片箱 片箱沒有特別列馬 因為現在還沒有片箱教育條例 好 原住民重點學校是合併或停辦 另一原住民族教育法規 我們有 原住民族教育法 我們現在有一個法 是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規定辦理 他們有關 好 可以吧 那你們知道 按照教育部 按照教育部 對 按照教育部的 你頭前漂亮 那要用我嗎 你不能用夠嗎 我會說 空空你的 我聽 頭前比較漂亮的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怕你們把我給搞砸 來來來 這個 這邊是從這裡開始 為助言學生同產物動 培養群體多元 學習有效整合教育 資源建構 優質學習環境均 橙香教育功能 確保學生就學 對 直下是 直下是 我這裡 你到這裡 到這裡 從這裡接 主席 主席 你還未完成嗎 我們還是把搞砸委員的 這個修正動議的這一段 讓大家知道一下 第二項的部分 第二項的部分 他在這個財務資源第二項的部分 也就是現在教育部提出的第二項 第二項這邊 空間利用與財務資源計畫之後 其實他為了讓他更明確具體呢 他是有把這個受病學校學生之生活 及課業輔導與適應計畫 及交通與住宿之配套計畫 等相關計畫 他把這個地方再明確一點 那所以這個部分 也合理啦 這部分的話 是不是食物上面考量 可以可以 看看搞砸委員的意見 能不能放進去 市長 你看一下搞砸委員的 搞砸委員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漂亮啊 把它放進去啊 搞砸委員的那個意見裡面 因為我們這邊有比較那個學生 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工的安置 這個就屬於安置的這一塊 已經有在我們這裡面 因為前面的話 他這邊搞砸委員的意見是覺得說 前面是屬於空間的部分 你的安置是寫在哪裡啊 安置在哪裡 安置在哪裡 安置在這裡 所以教育部的意見是安置兩個字 可以包含後面的全部啦 安置就包括了 生活及課業輔導與適應計畫及交通 那個剛剛搞砸委員所提案的這個部分 安置可以包含 可以啦 他很漂亮的文字一堆 在教育部就兩個字而已 安置 這樣啦 好啦 好 包含 包含 包含還有 包含還有 有有 你綜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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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那個民進黨的那個提案列為第二項 對 但是文字可不可以跟第一項的部分文字能夠銜接 銜接要啊 第一項的部分是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嘛 所以第二項的那個第二項的部分 他原來是寫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綱要 可不可以把它一致性 要要要這當然一致性啊 對 好好好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那第八條我再重新唸一次喔 第二項 第八條我整條我唸一次喔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及其實施有關 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及審議 準用高級中等教育法制相關規定 好 這樣 好 我沒有練 他寫來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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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再練一次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瓜五以下簡稱課程綱要 他說不用 就不用 他說 後面都沒有 沒有 沒有簡稱用法 好 不用 不用 用我這樣說 好 畫掉了 好 國民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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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修正 通過這條文 通過這條文 採並按審查方式提出審查報告 好 本案審查玩具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凝聚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黃召集委員補充說明 好 好 國民教育法 通過 好 謝謝 市長 再來要有臨時 要有臨時動議 你還要 補充一點 補充 因為剛剛包含了高級中領教育法 跟國民教育法的那個部分 針對那個課程 課綱的一個發展跟課綱的審議的部分 增加了像高級中領教育法 增加43條 對 之一跟之二 那這個部分因為包含了 還會進入到二讀三讀 還有裡面的一些相關的程序 要去做一些處理 原來是我們是希望107顆鋼 事實上是比較沒有爭議 希望能夠在107 520之後就趕快進行審議 然後那個107就能夠去實施 要先進 目前來講可能在時間上面可能會來不及 所以在施行日期 施行的時間的部分 是不是要再做一些的處理 謝謝 我是覺得行政機關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就好 不要再去發明一些 什麼微調小組來做一些干擾 那107顆鋼本來照原來的進度就可以去完成 至於立法的進度由本院來掌握 我看行政院代表你不要再說話了 你不要再說話了 你不要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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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表他們的意見 表達意見 這個樣子 這個是公共電視模式 對 那那個 我們是希望能夠尊重接任政府的意見 但是很明顯從4月18號 準政務委員林萬利先生他的發言已經很清楚了 他說就是未來不管是公共電視模式 或是由那個成立行政院成績的 他都很對嘛 對 我建議我很誠懇的建議 就是說還是能夠徵詢一下準教育部長他的意見 因為我們目前並沒有看到說 新任的教育部長他對這個課綱審議制度的 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這個我們會處理你放心 另外我要特別提醒就是說 因為過去公共電視曾經有那個藍產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很擔心 因為那個107年12年有課綱 他那個時間其實是有某種程度的那個急迫性 所以說如果是朝這個公共電視模式的話 希望說能夠到時候教育部 新任的部長能夠提出一個很好的那個建議名單給行政院 然後在地法院的審查能夠順利的那個完成 這個教育部會賞腦筋啦 你不用擔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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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知道啦 我知道啦 我們知道這個啦 好啦 我們現在來處理臨時提案 報告委員會現在有委員提出臨時提案 計六案請宣讀第一案 第一案 第二部扣省審議會 其組省應包含中央援助民主主管機關代表一名 及民間援助民代表三名 提案人委員高堅樹梅連署人委員張調萬間出巧會 這個 那個法委員是不是這樣子剛剛已經有處理了啦 剛剛已經有處理了所以 結果跟我們剛剛是不完全一致 不完全一致所以 你是不是加兩個字啦 建議其組成啦 就加兩個字建議啦 建議啦 建議 建議其組成應包含啦 建議其組成 建議 不錯 建議其組成應包含對不對 好 然後通過 好 這樣通過 謝謝 謝謝 了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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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會你這樣算原住民代表嗎 那原住民的媽媽也算原住民代表 廣義啊廣義啊可以可以可以 好 很好 所以這樣對了 好 好第二 第二案來 第二案 因少子化及偏鄉地區人口外流導致學生素逐聯降低 導致偏鄉地區學校面臨財病校問題 為確保學生就學權益在教育部原理之財病校準則三位定出前 教育部原韓文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不得辦理財病校相關作業 提案人委員高金素美聯署人委員張廖安堅出巧會 好那個跟委員 召警委員報告一下 相關文字的部分 我們有跟提案人高金議員 大概有跟他報告 取他的共識 對就是文字上我們做這樣的修正 就是最後一行 原來是不得辦理 不得辦理四個字刪除 然後財病校相關作業 除應取得社區共識 原住民重點學校並應徵得學區內 年滿20歲居民之多數同意外 且依所定自治法規審慎評估 以確保學生權益 很好 好 OK 每一件 每一件本案通過 下壓 第三案 建議清華大學與新竹教育大學分別於4月12日及4月25日之下午會議通過兩下合併案 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3月7日通過提案 要求教育部應暫緩目前正在推動的各大學合併計畫 並重新檢討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 原此要求教育部應遵守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3月7日通過之提案 重新檢討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前 暫緩合定清華大學及新竹教育大學之合併案 是否有任何競選公決 提案人委員 張六萬千 好 吳思雅 黃國書 好來何委員 我要支持張六委員的提案齁 但是齁 那個我不知道張六委員有沒有同意齁 教育部是把他的暫緩合定 合定那兩個字要把它改成推動 我是不贊成 你OK齁 暫緩推動 暫緩推動 問題是你們可以核定 你把核定那兩個字把它改成 如果改成暫緩承送清華大學及新竹教育大學合併案 就是先不要乘到行政院去 不要送出去 不要送出去 這樣可能會稍微比較 暫緩推動 這個部分在520之前來不及 來不及啦 其實不可能 對啦我現在就要確定這個字喔 我要確定這個字句 因為暫緩推動跟暫緩合定 那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我們有在質疑說 教育部急著要去核定喔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核定是教育部核定還是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核定啦 行政院核定啦 這樣沒問題啦 那你就 要搞清楚 所以現在學校 這個和平案還沒有送到教育部 學校才剛剛通過他們的教育會議而已 對 下禮拜一要送來 那你們送來之後 反正512他們已經總辭了啦 總辭了啦 520之前不會啦 OK 不然暫緩審議 他們也還沒審啊 下禮拜一說才要送進教育部啊 不然就什麼都不要 暫緩清華大學及新竹教育大學之和平案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可以啊 暫緩就好啦 不要核定也不要推動啊 就暫緩啊 好啊 什麼都不 我加入連署啊 好 暫緩清華大學及新竹教育大學之和平案 這樣 好 好 核心存加入 好不好 好 核心存委員加入連署 好 本案修正後通過 好接下來下一案 第十案 會避免課綱爭及黑相課綱情勢繼續發生 請教育部於兩週內 針對歷年來課綱調整內容 提出對照表 韓副本委員會所屬委員 其他人委員高金素媒 連署人委員吳思洋 降調任間 除非錯別 江乃鑫 何欣存 吳思洋 來 跟召集員各位報告一下 教育部這邊提文字上的修正 好 就是第一行前面是一樣的 然後請教育部於兩週改成一個月 請於一個月內針對 因為歷年會很久 所以我們針對八十八年以來 高中歷史科 因為有正義是高中歷史科 高中歷史科 課程 課綱調整內容提出修正對照表 以上 文字修正表 好 一個月 好 一個月你就不用做這個工作 就別人做 所以老闆都很聰明 我知道什麼不知道 好 合理啦 沒關係啦 先不要幫你勉強 好 一個月 好 高中歷史科 好 再加高 針對八十八 八十八年以來 高中歷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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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中歷史科 好 八十八年以來高中歷史科 好 本案修正通過 下一案 第二案 教育部請教育部說明 一百零三年一月九日 制定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綱要課程審議委員會組成 其運作辦法 其制定原油及法案依據 而後修改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課程綱要課程審議會組成 及運作辦法 其修改之原油及程序 一請一併說明 以上請教育部於一週內 向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 委員 眾嘉賓 連署人 主席聽起來好像是專案報告比較好 因為剛剛我們這個問題討論很久 一週內要提出專案報告 因為這個好像要專案報告才講得清楚 一個月也可以啊 排一層啊 排一層啊 請你不就看人要 你怎麼說就是我去拜啊 剛剛我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包括政力院委員 他都覺得這個辦法從高中 高中變成高中以下中中適用 這個是很有玄機的啊 大家想 搞不好我們來組一個真相大白委員會啊 真相大白委員會啊 啊 兩週內向教育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好修正通過 好 本案修正通過 下一案 第二案 國家教育研究院訂定之 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二年國品基本教育課程 研究發展會設置及運作要點 需由國家教育研究院 經院務匯報制定 修訂通過 請教育部應就前述要點 後來未經原定定機關修正 而由教育部經委修訂至依據 提出書面說明 並將前後五次修正 國家教育研究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 研究發展會運作要點 相關簽合公民領本 於一週內向 教育及文化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委員 中嘉賓 黃國書 張遼萬堅 好 兩週啊 兩週 改成兩週 好 本案修正後通過 辛苦了各位 辛苦了委員 來 我再講一下齁 今天我們審查很多案子 非常感謝大家齁 本日法案之審議中 涉及調次的更動或 如果有錯別字啊 是不是可以授權本會醫事人員 來進行更正 可不可以 好 報告委會 今天的議程處理完畢 現在上會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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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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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